第2301章 真仙将士 黑肖王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妄语 魔族十足 一听这四个仿佛具有莫大魔力的字眼 在场无论人族修士还是高阶妖族均脸色大变 刚刚才经历过摩羯的他们 对作为象征魔族最强大的魔族十足 自然都有说不出的恐惧之心 紫光中灵族听得此话 神色同样微变 但对此回答又似乎并不觉意外 长吐一口气后就恭敬一礼地说道 多谢前辈回复 刚才若有冒失之处 还望前辈千万不要怪罪 晚辈会将答复如实带给圣王大人的 韩丽点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等紫光灵族坐下后 其他几个道场的一族使者也开始接连献身 纷纷献上各自贺礼 向韩丽表达了本族善意 其中赫然包括了 已经分成数部分 归附其他几族的木族使者 面对这些分别代表一族的一族使者 韩丽微笑地一一加以致谢 但这些一族使者献完礼物后 广场一脚又站起了一名 原本披着黄色斗篷的婀娜女子 将头上斗篷一拿而下后 露出一张仿佛画中人般的角色脸孔来 容仙子 这不可能 真是容仙子 圣岛不是早就声称容打偶呀 在三千年前就深入蛮荒下落不明了吗 一些看清楚此女面容的人族修士 顿时一阵骚动 不少人竟直接失声出口 满面难以置信的表情 此女竟似乎名气极大 顿时引起一阵骚动来 韩丽见此情形 心中一动 目光往此女身上一扫而去 却发现 此女虽然只有合体中期修为 但身上气息却奇特异常 竟隐约有丝丝金光 从肌肤中透射而出 将其相衬的 犹如不是凡尘中人一般 显然此女修炼功法极为不凡 不是普通合体修士 道友是 韩丽面容不变地问道 晚辈李荣 代表圣岛恭贺韩前辈成就大成之境 成为我族第二名大成修士 特奉上鼎阶非洲一亮 一等侍女十名 鼎阶灵寿百头 傀儡假释千句 以作恭贺之礼 绝色女子冲韩丽脸任意礼后 甜甜一笑地说道 声音悦耳甜美 犹如天籁之音一般 原来是圣岛使者 如此众礼 韩某多谢了 在下原本就有意在庆典后 去圣岛一趟的 韩丽点下头 目光微闪地说道 前辈若肯驾铃圣岛 自然是我等求之不得之事 圣岛诸位道友 早就有意邀请前辈上岛的 有些十分重要之事 需要和前辈商量一二的 李荣嫣然一笑地言道 好 我定会去的 韩丽点点头 一副不置可否的样子 晚辈还有一事 什么人 鬼鬼祟祟地躲在外面 李荣还想再说什么 韩丽忽然面色一沉 袖子猛然朝远处一抖 同时口中一声低鹤 轰的一声 一股无形潜力 直接透过巨山外静置 一下到了树里外的虚空处 似乎重重撞到了什么东西上 一团黑色光运 应声爆裂而开 其中人影一闪 竟浮现出一名身穿黑甲的巨汉来 巨汉面容彪悍 但脸上一丝恶然之色 显然被自己在如此远 还被韩丽发现有些意外 但面上一色一收后 就不在乎地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韩道友 叶某不请自来 道友不会不欢迎吧 黑甲巨汉一说完 就冲韩丽摇摇一抱拳 一个大步迈出后 竟不知怎么的 一个闪动的横跨树里之窑 直接出现在了三色巨山上空 并大摇大摆地往下一落而来 扑斥一声 树层光幕组成的静置 和巨汉身躯一接触下 就纸屑般地碎裂而开 巨汉体冒黑光地 直接落在了广场低空处 双臂一抱下 和韩丽摇摇相对的样子 在场的修炼者见到此景 先是一正 但一些脾气暴躁的人族修士 马上大声呵斥起来 但也有些老成稳重之人 见巨汉当着韩丽这位大成面 也满不在乎神情 心中不经未知一经 巨王 是叶插足的黑巨王 你不是早在数千年前 冲击大成瓶颈时 死于真雷劫之下了 怎会出现在此 你也成为大成修士了 李荣慈女上下 仔细打量了巨汉一番后 忽然倒吸一口凉气地 尸盛起来 黑巨王 韩丽眉头微微一皱 目中一丝一色闪过 其他原本正在 呵斥巨汉的修士 显然有不少 大爷听说过巨汉名头 口中呵斥声 顿时嘎然而止 纷纷变得惊疑不定起来 哦 你这丫头 以前难道见过我 巨汉转手扫了此女一眼 颇为意外地问了一句 数千年前 我曾经跟墨师 见过道友一面的 李荣脸色有些发白 竟有几分惊惧之意地回答 原来你就是当年莫老鬼身边的那个黄毛丫头 嘖嘖 才这些年不见 你出落得如此水灵了 也成为了合体修士 不错 不错 本座万余年前 就冲击大城平井成功 死于雷杰之下书法 不过是本族迷惑等的区区手段而已 你等几族竟然当真 真思可笑之极 巨汉一边口中说着 望向李荣的目光 竟毫不掩饰地露出一丝淫秽之意 李荣心中一沉 几乎马上转手 就想逃走的念头 不过好在 此女总算还记得自己现在天渊城中 并且场中还有本族一名新晋大臣 故而才压住心中巨异 勉强维持镇定地在原地未动一下 只是将目光往下一锤 下意识地避过了对方不怀好意目光 原来是数千年前就明镇业插足的黑霄道友 道友以大臣身份忽然亲身出现此地 还真是让韩某有些受宠落惊 韩丽终于开口了 脸上神色平静异常 丝毫看不出心中有何想法 嘿嘿 道友是人族第二位诞生的大臣存在 更是我们几族近万年来 除我之外诞生的唯一新晋大臣 老夫怎能不亲眼见上眼才能心安 据汉文言将头颅转向韩丽 有些不怀好意的言道说道 原来如此 可惜在下只是侥幸进阶大臣的 恐怕要让黑霄道友失望了 远来是客 来人 给黑霄道友准备席位 韩丽神色淡然 吩咐一声 是 师尊 气灵子答应一声 就打算去做此事 不用这般麻烦了 本座再次可是待不长的 和道友说完一些事情 不久就会离开的 巨汉一百大手 有些不耐地冲韩丽 直接大声道 哦 黑霄道友有事情和韩某说 韩丽淡淡问道 不错 本座这次来 一是为了想看看 韩道友到底是何等人物 刚才道友在如此远 就能发现本座存在 可见神通的确不凡 并未让我失望 二则是想向道友讨要一个人 不 现在我改变主意 打算讨要两个人了 巨汉一脸大嘴 露出几分争鸣的言道 讨要两个人 哪两人 韩丽双目一眯而起 听闻韩道友门下有一弟子 身居尹雷根 本座打算借来一用 好用来抵挡下次天节之用 至于另一人 则是这位仙子了 本座看上他了 打算带其回叶插足 当本座的贴身示茧 巨汉口中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但是话语内容 却让在场所有修士 几乎难以置信 什么 他竟然要含前辈的弟子 还敢让容仙子当其侍妾 也未免太不将我们两族 放进眼中了 众修顿时勃然大怒 但设于其大成之威名 却不敢直接大骂什么 只能大都双目喷火地盯着 这位夜叉族大成 黑小王 你竟敢打我的注意 你难道忘了 漠师对你的警告 李荣听了后 脸色变得难看之极 并突然立声地言道 漠师 你们人族还真会自欺欺人 你真以为本座不知道 莫老怪和傲笑老鬼 早已不在族中 并且生死不知了 否则 本座又怎敢到此的 黑箫狂笑而起 说出了一句 让广场修炼者大惊失色的话来 莫前辈和傲笑前辈出事了 他一定子胡说八道 两位前辈神通广大 怎可能有事的 不过两位前辈 这些年的确没有任何消息传出了 这一次 广场上众人再也无法保持镇定 纷纷变得惶恐至极 那些异族使者闻言 有的震惊不已 有的却神色暗自变化不定 韩道友 你不会为了区区两人 就为贵族惹来大祸吧 你虽然也进阶大城 但想真正掌握大城之力 没有个数百年时间 是想也别想的事情 根本不可能是 我的对手 黑霄王神色一冷 根本不理会广场上其他人 只是阴沉地冲韩力言道 话语中充满了威胁之意 这么说 黑霄道友到此 不是参加韩某大城庆典 而是故意来捣乱的 韩力听了巨汉先前的话语 原本不变的神色一动 竟然轻笑起来 捣乱 韩道友若是这么想 也不无不可的 巨汉面上宁笑毕露 毫不客气地言道 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好 既然是恶客 那韩某作为主人 说不得 只有亲自出手驱除 给一些教训了 韩力面色一沉 森然的言道 他话音刚落 单手只是轻轻一掐掘 三色飓风一声嗡鸣 忽然从广场各处 喷出无数缕五色光丝 直奔巨汉一卷而去 与此同时 广场上空也一声轰鸣 晶莹电光狂闪而现 化为一道道电舌 直扑而下 韩力竟发送巨风静止 毫不客气地 真出手了 还真敢冲黑某出手 真是不知死活 但如此一来 可不算我黑某人胜之不武了 巨汉见此情形 竟不怒反喜地大笑起来 随之就见他猛然两手一握拳 往身前狠狠护肌一下 轰的一声 一圈圈黑色音波 瞬间狂卷而出 本章完 第2302章 真仙将士 牛刀小事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宇 无论五色光丝 还是高空电舌 被黑色音波 狂风般一卷后 竟在阵阵轰鸣中 瞬间而灭 随之巨汉一声大喝 一手猛然向下虚空一抓 漫天黑波 顿时往守心处一脸而去 忽悠化为一只 黑色麒麟虚影 猛扑而出 麒麟虚影 尚未真的扑下 一股奇寒音风 就先滚滚而下 音风所过之处 空气为之扭曲模糊 竟仿佛能将虚空 直接冻结一般 寒厉面色不变 只是一根手指 冲高空一点去 扑斥一声 一团银烟 从指尖处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后 化为一只巨大火鸟 张口冲高空 就是一喷 一道赤红光柱冲天起 瞬间动穿麒麟虚影 让其身躯上 多出一个顽口粗的孔洞 麒麟虚影一声闷哼 锁化形体 和其寒银风应声而灭 而银色火鸟头颅一摆 又一道赤光柱 直奔巨汉一喷而去 赤红光柱奇快无比 只是一个闪动 就到了巨汉面孔前 但巨汉一张大嘴 竟将光柱一口吸进腹中 并咋咋嘴地说了一声 味道不错 下方一干修炼者见此 不经人人为之震惊 但是寒厉却笑了起来 不愧为大成存在 下面也别动用这些花哨的小手段了 直接动用真正神通 我们来分个胜负吧 本作也正有此意 巨汉被韩丽态度激怒了 脸上猙獰一现 在一张口 竟喷出了一柄碧绿色玉扇来 一手将其抓住后 体表无数黑霞翻滚涌动 身躯瞬间狂涨 化为了数百丈长的真正巨人 而其手中鱼扇 也同时迎风一摇 顺势膨胀而起 化为了百丈长的庞然大物 巨扇表面翠绿欲低 无数金银符纹镶嵌其上 光滑流转间 隐约分成七层光焰笼罩其上 看起来十分神妙的模样 黑霄一声大喝 手臂肌肉一鼓 静单手将巨扇挥动而起 化为铺天盖地的七色光霞的 直奔下方寒厉和广场中 其他人一压而下 广场中重修炼者见此 为之骇然 惊惧之下 纷纷出手抵挡 顿时无数飞刀飞剑 和各种宝物法器 腾空马而起 化为无数锐气霞光滚滚而上 巨汉见此不屑冷笑 一手冲御膳一点 指尖处黑芒一闪 一道黑气一闪即逝 没入膳中 不见了踪影 顿时巨扇一声嗡鸣 所化七色霞光位之一掌 声势异常惊人 众多宝物所化霞光一击上面 竟泥牛入海的被化为无形 下一刻 下方众人被空中巨扇庞大灵压一压 外加法力反噬之下 竟有近半修为 较弱之人 脸色一白 当场喷出一团团精血 另外一些人 虽然勉强压住反噬 但也一个个体内气血翻滚 法力沸腾不已 再无力反击什么 这黑箫竟然单凭一己之力 就将广场群羞硬生生压住 虽然只是一时 但也足以骇人听闻 巨汉也心中一阵得意 正想仰手大笑而出 但目光一转地 落到了一旁的韩丽身上 面容不经未知一宁 只见站在青色巨帘中的韩丽 浑身轻艳腾空百丈之高 将附近七色光霞一突而起 似笑非笑地望着巨汉 哪有丝毫受其压制之意 巨汉立刻心中大怒 猛然一催法诀 千丈巨善为之一侧 下方七色光霞一声轰鸣 竟将大半威能 直奔韩丽一人倾息而下 七色光霞交织之下 竟隐约在韩丽头顶 形成一颗巨大光球 声势好不惊人 韩丽见此情形 脸上笑容也为之一收 但鼻中一声冷哼 真是自不量力 话音刚落 他手中一节法印 背后金光一貌 一个三头六臂的紫金色法箱 显现而出 这法箱不但浑身紫金之光笼罩 表面更是遍布一道道银色灵纹 并在一个模糊后 就化为了实体存在的范圣金身 金身方一现身而出 就六条手臂同时移动 将六只金灿灿手掌 往高空虚空一按而去 虚空中暴鸣之音 顿时大起 六股无形距离 往高空一涌而去 轰得一声后 高空中光霞一阵翻滚涌动 竟被这六股距离 硬生生抵住 巨汉面色一变 口中低吼接连发出 两手一搓在一扬下 顿时密密麻麻的法觉 暴雨般没入巨扇之中 任凭巨扇被催动得乱颤不已 霞光万道 但始终无法再落下分喉 这一下巨汉真的大吃一惊了 但未等他再有何种行动 韩丽却对背后精深不管不顾 只是一手朝身下青莲亲自一招 顿时足下青色巨莲暴力而开 七十二道青色剑光同时冲天起 在虚空中骤然间一剧 又融合成一道青蒙蒙的巨型剑光 并以不可思议速度直奔黑箫锁化巨人 迎头一展而去 雕虫小剑 巨人轰隆隆的声音滚滚而下 一只小山般大手 竟一把将青色剑光抓在了手中 五指猛然用力一捏 砰的一声 青色剑光竟被其硬生生捏爆开来 哈哈 巨人见此 当即狂笑而起 但下一刻 爆裂青光中突然一缕金丝机事出 围着巨长手腕就是一绕 血光一喷十几丈高 巨大手掌无声滑落而下 巨人一声惨叫 另一只手掌急忙将玉扇一抛 闪电般地向断手一把捞去 而就在这时 下方韩力却身躯一个模糊 竟在原处一闪地消失了 下一刻 断手旁边处拨动一起 韩力无声献出 并毫不犹豫的一台手臂 一根手指点在了断手之上 一声闷响 断手一下化为血雾的暴力而开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黑箫锁花巨汗见此 双目一下变得赤红 一声怒吼下 原本抓下的巨手痴痴声一响 竟弹出五根数尺长的银色指甲 五指猛然一合下 顿时仿佛五口明晃晃利刃的旗掌而下 韩力微微一笑 不闪不避 手臂在一动下 竟握拳冲空中 在一击而出 他身躯瞬间浮现无数银纹 同时一层紫金灵光幕 遍布全身各处 嘎嘣之音接连传出 五根肩胛锁化利刃 一展到韩力身上 竟爆发出一团团刺目紫光 随之五根指甲 瞬间反弹断裂 啊 巨汗大吃一惊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叶叉族原本就是以肉身强大著称的 身为大成妻的他 在施展秘术后 肉身自然强横到了极点 五根指甲 更是经过特殊计练过的 几乎堪比林宝等阶利刃 但竟被韩力 用肉身硬生生反弹而碎 这实在让其无法相信 刚才所见一幕 不过 正当黑箫大感不妙 在想将王好巨手收回时 却已来不及了 韩力手臂一声暴响 经自行暴涨数尺 看似轻飘飘的拳头 只是一个模糊 就结结实实地击在了 和根本不成比例的巨手上 一团光运爆发而出后 再次传来巨汗的怒吼 韩力一声轻笑 神区轻轻一飘 就不知怎么地 一下倒飞而出 并一个闪动地出现在了 数十丈外地方 面带一丝讥讽之意地 重新稳住身形 与此同时 巨汗身下光运一脸消失后 露出了令广场数万修炼者 大喜过望的一幕来 巨汗肩膀一侧 血迹斑斑 只手掌连同小半截手臂 赫然同时不见 上唇的部分也血肉模糊 明显受窗不清的样子 炼体术 你竟然是以炼体秘术为主 进阶大成的 巨汗低手 看了一眼自己手臂的凄惨模样 口中竟发出一声难以置信低吼 面上首次献出忌惮之意来 炼体秘术 就算如此吧 既然动手了 黑箫道友就不急着走了 在我人族多斗留几日再说吧 韩丽淡淡一笑 不置可否的言道 哼 你真以为这点伤就能奈何了我 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刚才只是没有提防而言 区区一个心境大成神通 怎可能真是本座对手 巨汗面上神色一阵变幻不定后 忽然恶狠狠地说道 随后肩膀一抖 一股股黑气从其体内狂涌而出 瞬间淹没其庞大身躯 爆竹般脆响 从黑气中连绵传出 韩丽见此 眉梢一动 现出一丝意外的表情 下一刻 黑气就一散而尽 巨汗重新现出了身形 但原先被斩断的手掌 和残损那条手臂 竟完好无损地恢复如初了 他重新面带阴厉丽之色的望向好 不灭之铁 怪不得 你敢直接用肉身和争斗 原来还具有这般天赋神通 韩丽目光朝巨汗身上 同样扫了一下后 却叹了一口气的言道 哼 既然你肉身足够强横 那就试试本作的其他神通吧 化天为殿 巨汗一声力喝后 单手一掐绝 原本就庞大至极的身躯 竟然一下吹气般地 又巨大了几分 同时 一根条手臂 往身前虚空一滑 顿时一股无法明年的诡异波动 一散而开 法则之力 韩丽瞳孔微缩 口中喃喃了一句 你知道就好 我就不信你 区区一鸣心静大成 能对天地法则理解多少 黑箫狂笑一声 手指划过之处 虚空中竟忽然多出一根纤细黑线 随之此线一个模糊 天地之间仿佛突然一个倒转 天空一下变得漆黑如墨 大地却漠然空明一片 并有淡淡荧光透射而出 上一章内容出现了一个错误 我已经修改过了 有兴趣的书有 可以重新看一下哦 本章完 第2303章 真仙将士 展大成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广场上数万修炼者 只觉尖头一沉 就惊恐发现 身躯仿佛被巨山压住一般 一下变得沉重万分 四肢都无法动弹一下了 倒是韩力神念往整个黑白天地 瞬间一扫后 忽然冷笑一声 被后三头六臂泛盛 金身光芒一闪 化为一道紫金长红的腾空而起 一个盘旋后 往韩力身上一冲而去 一声轰鸣后 韩力提表金光一放 画为一头三头六臂的紫金巨猿 巨猿六条手臂 往胸前猛然一锤 身躯就在无数银白灵纹缭绕中 疯狂巨掌 顷刻间 净化为了七八千丈之高 堪称顶天立地 而那一道道 缭绕全身的银白灵纹一闪之后 就汇聚成银白色纹阵的 融入巨猿全身上下 仿佛天生就明映 其上的一般 巨汉见此情形 心中大灵 二话不说 一根手指 冲下方再次凝重一滑 竟飞快画出一个圆圈 黑白天地间 一声晴空霹雳 一个直径千丈的黑白巨环 凭空出现在巨猿身躯之外 然后一缩 就形剧般的紧紧勒在了巨猿身躯上 巨猿三颗头颅一滴 六道冰冷目光 同时往黑白巨环上扫了一眼 嘴角竟泛起一丝冰寒之意 巨猿尖头猛然一晃 身上紫金毛发 一根根倒树而起 那些银白纹阵一阵嗡鸣后 变得光芒夺目 同时一股无形巨力 从体内狂涌而出 并暴风般地重重撞击在了巨环上 黑白巨环一颤巨怕 竟在光芒狂闪中 被硬生生一撑而开 随之六条手臂一动 六只大手向下猛然一捞 竟抓住了黑白巨环不同部分 然后同时使尽一用力 黑白巨环一声哀鸣 化为无数碎片的暴力而开 正在高空中施法的巨汉 顿时面上一阵烟红 再也忍不住下 一张口 就喷出两团淡银色惊血来 巨汉又惊又惧 急忙施法 强行压下法则之力的反噬 就想再另行施法 对付韩力 但这时 黑白天地间的三首巨猿 已经抢先一步的又出手了 只见此猿猛然六条手臂 往空中一举 拳头一阵银纹缭绕 竟然各自幻化处 十几个银色纹阵 并往拳头上 瞬间一具融合一体 轰的一声 六只毛茸茸拳头上 全都刺目夺目 并在巨猿三颗头颅 同时怒吼下 化为无数拳影的 往高空中狂击而出 诗诗声大响 全影闪动下 净化为无数银色光丝 以不可思议速度 狠狠记在了漆黑天空之上 并在一阵刺耳尖鸣中 将虚空硬生生地撕裂而开 整个黑白虚空狂闪几下后 寸寸地彻底碎裂而开 广场上空 一下恢复了原本模样 众多原本正苦苦抵挡身上 重压的修炼者 只觉身上一清 就恢复了行动自由 当即大喜之急地 纷纷往高空望去 只见这时 空中无数银丝一顿之下 竟在空中一凝聚后 幻化一只百余杖长的银色巨手 毫不客气地 反手向下方巨汉 狠狠一拍而去 巨汉见此 面色大变 目中隐约有金黄之色 但马上脸上绿色一现 单手一抓 就将那柄玉扇再抓到手中 并往巨手狠狠一扇而去 七色光霞滚滚而出 与此同时 他又一张口 一块漆黑如墨方形宝物 一飞而出 迎风一掌 幻化成数十丈长的砖 轰隆隆声大作 七色光霞和漆黑巨砖 几乎同时系在了巨手上 轰得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个天空都为之一颤 银色巨手 竟然只是五指一合 就硬生生将黑色巨砖击地 粉碎飞开 七色光霞更在荧光一闪中 就被硬生生地撕裂而开 银色巨手只是一个模糊 就出现在了巨汉上空 并毫不迟疑地一压而下 巨汉见到自己两件宝物 在巨手下都不堪一击 心中大惊 哪还敢直接应接此击 不假假思索下 身形一个闪动 人诡异地在原地消失了 远处巨猿见此情形 中间投入一声冷哼 猛然一拳向身前虚空 狠狠一倒而出 扑的一声 一团银色拳影脱手射出 并一闪地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数十丈另一处虚空中 巨汉身躯一个模糊地闪现而出 但几乎同一时间 巨汉背后另一个波动紧随而至 银色拳影就一闪地击事而出 巨汉大惊 在想破空躲开 却来不及了 轰的一声 巨汉背后刺目荧光一闪后 身上黑色战甲 竟被击得碎裂而开 整个人都被一击飞出 在半空中 再也无法维持巨大化的身躯 一闪地恢复原来大小 巨汉方一站稳身形 立刻赶到嗓子一甜 忍不住地又一口精血喷出 身上气息骤然间削减了小半 他不经心中 骇然之至极 要知道 其身上黑色战甲 可是用七七四十九种珍惜材料 并花费数百年时间 才凝练而成的防御质宝 竟然无法抵挡对方 虚空一击 这让啊 心中震惊 几乎比先前强烈百倍 刺激绝对不是对方对手 走 巨汉强忍背后痛楚 再无任何迟疑的心中 立刻有了决定 他当即二话不说的顿光一起 一下化为一道黑红的破空而走 只是一个闪动 就到了数百丈外 在一闪下 竟就诡异地 到了天边尽头处 眼看就要逃之夭夭 想这般简单走掉 你把韩某的大城庆典 当成什么地方了 念见绝 斩 巨园中间投入一张口 漠然传出了嗡嗡的轰隆声 话音刚落 三颗头颅眉宇间 同时一裂而开 各自献出一颗漆黑树木 金光一闪 三道金蒙蒙光柱一喷而出 又瞬间化为三口金银小剑 一闪即逝地 没入身前虚空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天边尽头处 巨汉正在催动秘书的 响一口气彻底离开此地时 却忽然脸色一变 身躯一个模糊 像一旁一闪的挪翼而开 但这时附近虚空骤然间 三道金光一闪而现 三道金银剑光一闪而下 快似闪电 巨汉虽然移动地躲开了 其中两道剑光 但被最后一道金光 从腰间一闪而断 一声惨呼 大片银血从高空一闪而下 但巨汉毕竟是大成存在 在这种对于普通修炼者 说致命的一闪下 上半截身躯中 却一道黑影一飞而出 一晃之下 又化为一个 和巨汉面容一般无二的 三四尺高小人 这小人就地一滚 就化为一股黑风的 将两截残躯一卷而入 滚滚向更远处飞钝而走了 信韩的 今日之后赐本座铭记在心了 下一次 定会回报此 远处天边隐隐传来了 巨汉咬牙切齿的声音 下一次 还是先看看 你是否能逃过我灵虫追杀再说吧 三首巨猿提表紫金之光一闪 韩丽就重新恢复了原形 望远处天边扫了一眼后 淡淡地说了一句 话音刚落 他袖子一抖 顿时三朵金花一飞而出 迎风一掌后 竟化为三只杖许大的金色巨虫 提表遍布争名子文 这三只金色巨虫 也不用含力催促什么 只是在其头上一个盘旋 就一下化为三团金色流星般的 激射而走 并顷刻间破空不见了踪迹 猛一看上去 三只金色巨虫顿速 竟丝毫不比先前远去巨汉差哪里去 他们正是那三头尾 试金虫王 以他们堪比合体后期的强大实力 外加几乎无法损坏的身躯 和连大城修士都感到恐怖的可怕耐力 对付已经身受重创的巨汉 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对手了 韩力相信 就算巨汉真能在三头尾 虫王追杀下逃掉 但也绝对会伤上加伤 无法在途中及时修补受损身躯 如此一来 巨汉最好结果 也是要回去静养数百年时间 才有可能恢复原先的实力 而广场中的仁妖两族修炼者 和其他一族使者 先前就已经被韩力原初预料的大神通震惊过了 单等 再看到 韩力化身巨猿 三下五除二的 将叶叉族 这位凶悍大臣 打得落花流水 甚至炼肉身 都被一斩两截的狼狈逃窜了 所有人一下沸腾而起 韩前辈神通盖世 威震灵界 无数人妖两族修炼者大声齐呼 脸上满是近似狂热的激动表情 韩力刚才轻描淡写下 就击败另外一位大臣的表现 几乎让在场的所有人妖 两族存在都相信 两族在临界立足数十万年之久后 终于等来了一名 足以带领两族 走上强大的真正大成强者 这怎不让两族之人 为之兴奋和狂热 欢呼冲天而起 直接穿透静置 向整个天渊城传播而去 天渊城中 未能直接参加庆典的 其他两族之人 虽然还不知道 山峰之上发生了何事 但是感染之下 也不约而同的 同样欢呼而起 一时间整个天渊城 竟是膜拜寒历之声 欢呼声洞彻长空 广场上的其他参加庆典的一族使者 却在震惊中和敬畏中另行 都有一些忌惮之色 人族突然多出这般强大的大成修士 对附近其他几族来说 是好是坏 可真不好说了 这些使者在忐忑不安中 几乎同时决定 回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立刻以最快速度将此事向族中汇报而去 本章完 第2304章 真仙将士 血魂之讯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韩丽等四面八方的呼声稍小些后 微微一笑 单手一招 顿时虚空中无数青丝往足下飞射而去 并一闪的融聚一团 再次化为了青蒙蒙莲花 并徐徐往塔顶上一落 悬浮不动了 呃 刻已去 按照惯例 我会在接下七天七夜时间内 持续不断的讲述无上大道 能够领悟多少 就看个人机缘了 但和以前庆典不同 此次讲道会彻底开放 下面我会将静置解除 任何人都可来山上听取 韩丽目光四下一扫后 口中缓缓说道 声音不大 但请客间就向四面八方轰隆隆扩散而去 并直接透射山峰之外 在整个天原城上空回荡不已 整个天原城修炼者 闻言先是一正 但马上狂喜的欢呼声 再次一起 无论屋中 还是在街道上的修炼者 潮水般地 像三色飓风而去 甚至原本在传送阵处附近 维持秩序的那些假式 也惊喜交加地 同样加入到了人流中 同一时间 韩丽已经在青莲上盘膝坐下 从最低阶的练剂期开始 许许讲述起自己的经验所得 广场的众多修炼者 无论人族妖族 还是异族之人 均都神情肃然地 开始聆听起来 一名大成存在的讲道 无论对哪一族人来说 都是天大机缘 哪怕是从原本根本不屑一顾的最低阶开始 也没有人会放过一句的 当韩丽朗朗讲述声 在虚空中回荡不已的时候 更多修炼者 已经涌入山峰 迅速占据了广场四周的边缘 并很快 多到再也无法挤下任何一人 后面之人无法 只能在三色山峰 各处山道和建筑 开始聚集和滞留 数个时辰后 三色飓风上半部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人影 而更多修炼者 还在往山峰下半部分汇聚而去 但无论身处和地之人 只要身处飓风之上 韩丽讲道 声音就会立刻在耳边回荡而起 不少人原本还想往山峰更高处再走一些 但当耳中讲道声一起后 就不由自主地停步步前 陷入某种顿悟状态之中 一天一夜后 整座三色飓风所属范围内 竟是密密麻麻人影 所有人无论是笔直站立 还是盘膝坐下 全都静静不语 只有韩丽声音从山峰之顶清晰传出 七天七夜后 天空中忽然间彩霞翻滚 阵阵花瓣之雨 再次再从高空洒乱下 韩丽的讲道声音下嘎然而止 一些正听得如醉如痴的修炼者一惊 不少人当场从顿悟境界中回神过来 但目光还大都仍有一丝茫然 过了片刻之后 韩丽话语声才又淡淡地在众人耳边响起 多谢众位道友参加韩某大成之礼 但庆典到此结束 诸位都可下山了 众多听到关键之处的修炼者 闻听此话 自然心中大为不舍 但现在韩丽在其他人眼中 仿若神明一般 自然不敢有丝毫的违抗 所有人恭敬地向山顶处一拜之后 就纷纷地退出了飓风 大成庆典到此 才真正结束 半日后 高空中一声轰鸣 三色飓风一个模糊 凭空在续空中消失不见了 广场附近的一些仍在警戒的甲氏 恭恭敬敬地往高空一礼后 才整齐有序地离开 石塔顶层的一座大厅中 韩丽已经坐在主位之上 在大厅两侧 契林子海大少 以及银发老哲等几名天渊城长老 束手而立着 在韩丽门下弟子中 白果赫然也在其中 并和看似年纪差不多的诸果 并尖利 面带笑容 犹若真是姐妹一般 白果在大成庆典前 终于平安地赶回来了 这时的白果 竟也有化神中期修为 比海大少修为 还要稍高一筹 至于银发老哲等天渊城长老 和大成庆典前相比 在面对韩丽时的恭敬之色 明显完全是发自内心 再无任何敷衍之意 显然 韩丽先前重创黑箫王的举动 让这一杆合体修士 彻底的心悦成福 真正的敬畏有加了 在大厅中间 李荣此女 同样站在韩丽前方 正恭敬地听 韩丽之言样子 这么说 傲孝前辈和墨简利大人 真的进入魔界 准备和其他各族大成 一同相助魔族始祖们 来解决魔界大劫了 韩丽眉头微皱地说道 不错 不光是我们区域 几族的大成全进入魔界 就是临界的不少超级大族 也同样派出大成七强者 插手此事了 也就因此 那些魔族在其他大成强者威逼下 才不得不放弃已经占据的灵族领地 将所有人全都撤出灵界 李荣此女功生回道 所以作为代价 就是我们几族大成七 必须随同那些超级大族大成 一同进入魔界 来解决魔界大劫事情才行 毕竟若是魔界 真的因为冥虫之母而灭的话 下一个说不定就是我们灵界了 韩丽叹了一口气的言道 前辈明鉴 若不如此的话 不但魔族不会退兵 其他大成强者也不会答应的 李荣有些无奈地回道 我说我们两族和尹族叶叹族 等间情形一触即发 却为何始终还未真正爆发大战 原来那些大成全都进入魔界了 叶叹族的黑消王 是叶叹族故意隐瞒下来的大成存在 看来原本是想留作杀手锏 突然对我们发难来用的 要不是我突然意外进阶大成 我们两族恐怕还真有些麻烦呢 韩丽若有所思的南南道 的确 要不是韩前辈突然成为大成 普通合体修士 还真无法抵挡着黑消王 不过韩前辈在庆典大展神通之事 一传回几族后 想来再借这些一族主事之人几个胆子 也绝对不敢再对我族打什么主意了 李荣嫣然一笑地回道 那圣岛长老会叫我过去 一来是商议应对其他各族 二来则是想让我去探查一下 傲笑两位前辈的下落了 韩丽又不动声色地问了一句 圣岛上诸位道友 的确是此意思 李荣低手回道 显然此女被韩丽在庆典上展现彻底征服了 将自己知道事情 全知无不言地尽数吐出了 嗯 过一段时间 你陪我去圣岛一趟吧 除了必须和圣岛上道友商定一些事情外 我还对岛上藏有秘书的天书阁 和鼎鼎大名的混沌万灵榜 也颇感一些兴趣的 韩丽沉吟了一会儿后 缓缓说道 是 晚辈定会将前辈带到岛上去 李荣面上一喜 不加思索地回道 古道友 今后一段时间 我门下弟子 恐怕还要诸位多照看一二的 韩丽转手 又冲古长老等人说道 前辈放心 只要契林子等道友在本城一日 晚辈就保证他们一日安然无恙 银发老者一躬身 肃然说道 其他几名合体长老同样的连连称事 我相信诸位道友的承诺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岳天 我会先带他离开这里的 如此一来 想来也不会有人轻易找天渊城麻烦 契林子 朱果 回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吧 韩丽一笑后又转手吩咐一声 是 前辈 遵命 师尊 朱果和契林子文言 一口同声地答应道 下面的时间 韩丽让古长老等天渊城长老和海大少等弟子退出 却冲最后离开契林子传音了一声 契林子神色一灵 当即称事地也离开了大殿 韩丽则静静地坐在大厅中沉思起来 时间不大 门外脚步声再次传来 一个苗条人影悄然地显出 他一走进大厅中 就冲韩丽脸任意里 功声说道 许千宇拜见前辈 起来吧 我这次将你留下缘由 想来许道游也应该明白几分吧 韩丽冲此女点点头 口中问了一句 前辈想问晚辈虚天鼎的事情吧 许千宇不敢直视韩丽 勤手微低地回道 不错 我们记错 虚天鼎对你们许家来说 可不是一般宝物 怎会突然起荡城鹤里送给韩某 其中有些缘故吧 韩丽盯着此女的问道 前辈明见 晚辈是奉冰魄先祖血魂之命 才将须天鼎当作鹤里奉给前辈的 许千宇有些不安地回道 血魂 冰魄道友的血魂分身 已经回到许家了 韩丽心中一正 但面上丝毫一色味露 正是 血魂前辈在半年前身负重伤忽然地返回 但是刚一回到族中不久 就立刻伤势发作得昏迷不醒 不过在此之前 血魂前辈却吩咐族中弟子 将这只须天鼎立刻给前辈送来 并希望前辈能带着此顶到许家一趟 许千宇不再有何迟疑地回道 原来如此 这么说 血魄道友先是知道我进阶大成之后 才让你将此顶给我送来的 韩丽眉头一皱地问道 的确是这样的 前辈 许千宇老老实实地回道 你们许家 难道没有救治血魂道友吗 韩丽沉淫了片刻后 又追问了一句 回前辈 许家诸多长辈都用尽了各种方法 却对血魂前辈伤势根本束手无策 我离开之时 血魄前辈还在昏迷之中 许千宇回道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我过几日 会去你们许家一趟的 韩丽想了一想后 微点下头地回道 许千宇文言 自然大喜过望 连忙在身世异里的称谢不已 本章完 第2305章 真仙将士 血骨虫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三日后 韩丽带着银月 谢道人 和白果 李荣四人离开了天渊城 直奔许氏家族而去 韩丽早已打听清楚 自从魔族退走自后 许家就重新返回了原先的家族驻地 故而先经过几座城池的传送 并经过短短半月路程后 韩丽一行人 就来到了许家 稍一报上名头后 整个个许家顿时沸腾起来 不但许家家主许娇和许千宇 慌忙迎出 一干许家长老更是一个不拉的紧跟而出 其中赫然有当年曾经见过韩丽的许颜 许火等人 看来许家在摩羯中倒是未损失多少真正实力 参见韩前辈 前辈能大将光临 许家上下荣幸之志 许家恭恭敬敬地冲韩丽大理说道 其他一干长老也同样面带一丝兴奋地跟着失礼相见 若说以前韩丽以合体修士来的时候 许家还能以人族大族身份保持自己的一分自傲 那如今在以大成修士出现的韩丽面前则真的只能成惶成恐了 再也不敢流露任何可能招致韩丽不快的神色来 韩丽等人被许家直接让进了许家用来招待贵客的主殿大厅中 韩丽不客气地在主位上一落座后 就对旁边站立的许家之主淡然说道 我这次为何会来 你们应该很清楚的 虽然有关血泊倒有事情 我听许仙子说过一次了 但现在还想让许家再给我讲述一遍 看看是否有遗漏之处 晚辈遵命 血魂前辈刷是七个月前 忽然回到许家的 许家不敢怠慢 开始仔细讲述起来 韩丽则宁神细听着每一点细节之处 一盏茶功夫后 他等对方彻底讲完后 才有一丝凝重的说道 这么说 血魂倒有除了让你们将须天顶给我送来外 还说过 只有我才可能将其就醒了 是的 前辈 血魂身为先祖分身 虽然修为只有炼须左右 但却也因此 身躯近似半须半食之间 原本是极难受伤的 但这一次 血魄前辈却不知遭了何种暗算 体表看似丝毫无损 但魂身黑气透体 并一直陷入昏迷 实在十分诡异 晚辈已经用尽了手段 却丝毫效果没有 还望前辈能够看在冰魄先祖面上 能够出手救助一二 许娇陪着小心地说道 听道友这么一说 我也对血魄倒有昏迷原因颇感兴趣 我先亲眼看看 血魂倒有 现在情形再说吧 若是真能救治的话 韩某不会灵犀出手的 韩丽微微一笑 没有做何推辞的言道 多谢前辈大恩 晚辈就这就给前辈带路 许娇大喜 口中连声称谢不已 谢兄 你跟我去看看吧 银月 果 李道友你们几个 暂时留在这里吧 韩丽点下头 却冲银月三人 一声吩咐道 好的 小妹就和果李道友 在这里暂时等候一下吧 银月顺从地答应道 至于李荣和白果 自然是不敢有其他意见 同样点头称事 一旦许家修事 也早注意到了银月等人的存在 因为修为相差太远 除了感到他们身上气息同样深不可测外 倒也无法看出真正的修为境界 心中暗暗吃惊下 对他们自然也同样的恭敬一场 不敢有何怠慢处 在留下数名妇人专门留下陪同银月李荣等人外 许娇带着其他长老 却带着韩丽和谢道人 往许家进地而去 在许家最深处的 一座地下石殿中 韩丽在许娇陪等人陪同下 出现在了那里 大殿中心处 一只金银剔透的半透明玉棺 静静放在那里 在金棺中 一个白衣女子躺在其中 双目紧闭 身上隐约有一层黑气笼罩 正是冰破仙子 当初奋出的血魂化身 韩丽几步就走到了金棺面前 方逸接近杖许之内 立刻就感受到 前方传来的阵阵其寒 万年玄兵 韩丽目光在金棺上扫了一眼 丝毫一色没有的地问了一句 前辈慧眼如炬 这的确是万年玄兵棺 也只有此物 才能减缓血破前辈身上气息 持续削弱 所以晚辈才 许焦急忙解释起来 其寒之力 原本就对大部分伤势 都有一定控制之效 在不知其真正症状时 将血魄倒有 放进万年玄兵棺中 倒也不是一种聪明做法 韩丽点点头 不置可否说道 这时 他目光已经放在了金棺中的白衣女子身上 这时的血魄 不但双目紧闭 满脸黑气 眉宇间更是多出一团诡异血纹 忽闪忽现 因有血盲从肌肤中透出 韩丽一见着血纹 神色微微一正 似乎一下脸想起了什么 眉头不经一下皱起 韩前辈 你看出血破前辈昏迷的原因了 许焦见此 急忙问道 虽然看出一点点了 但还不能肯定 还需要再确认一下 韩丽不动声色的言道 神念一放而出 往金棺一照而去 片刻功夫后 韩丽神色一动 忽然间 一根手指往眉宇尖一点 一声轻声吼 一团黑气浮现而出 一凝后 就化为一只漆黑妖目 妖目一睁下 一根金丝 从中一喷而出 一闪即视下 竟直接洞穿金棺之壁 没入白衣女子身躯中 下一刻 金丝一卷回后 前半截赫然插着一只 拇指大小的血红色怪虫 与此同时 白衣女子眉宇间 血纹顷刻间消失不见了 此怪虫体态酷似蜗牛 但偏偏投生七八根长短不一的处须 并在一离开白衣女子身躯的瞬间 就立刻疯狂地挥舞不定 看起来十分的诡异 这是什么 我等为何从未在血破前辈身躯中发现过 许家一干族人 目瞪口呆起来 许骄更是一下尸声起来 你们以前无法发现 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这是一头血骨虫 原本就是无形无色 溶于血液之中的 若不是 我用神念化丝之术 将其强行逼出 你恐怕永远丢无法发现其踪迹的 韩丽双目一眯地凝望着近在咫尺处的血红怪虫 口中却平静言道 血骨虫 难道是骨虫的一种 不过 此虫竟然如此厉害 为何以前名不经现 晚辈等人从未听说过的 许骄有些迟疑问道 嘿嘿 此虫可不是我们风源大陆能有的骨虫 而是临界三块大陆中 最神秘的血天大陆 独有的一种奇虫 和你们所知的一般异异股虫可是大不相同的 韩丽淡淡回道 血天大陆 这怎么可能 许骄和其他许家长老文言 一阵骇然 我虽然未曾去过血天大陆 但是当年 倒是曾经去另一块雷鸣大陆游历过一段时间 并从雷鸣大陆的一本 典籍中看到过此虫的描述 绝不会有错的 韩丽扫了许家猪人一眼 眉宇间喷出的那根金丝 忽然一动 就一幻化出无数丝隐的 将血色怪虫罩在旗下 猛然一泪 扑斥一声 金丝一闪消失的凭空消失 血色怪虫 也一下切割成无数碎片的爆裂而开 化为点点血滴的洒落一地 这血骨虫 虽然阴毒异常 即使合体修饰中了此虫 也极难驱除 但只要一被抽离身体之外的话 却是不堪一击的 韩丽又冷笑地说了一句 多谢前辈指点 那现在血魄前辈他 许家忘了金关中 还没有任何动静的白衣女子一眼 还有些担心地问道 放心吧 现在血骨虫已经被驱虫 只要多多休养一段时间 就能自行清醒过来了 不过 我恐怕无法等这般长时间的 算了 我再出手一次 让齐先清醒过来一段时间再说吧 韩丽略想了一想后 就这般地说道 许家 多谢前辈大恩了 许娇大喜过望 其他许家长老文言 同样满脸感激之色 韩丽眉宇间妖目一收后 身形一个晃动 就到了离金关静在咫尺的地方 目光在在白衣女子艳丽的面容上一扫后 一根手指 忽然冲对方额头一点 顿时一道蕴含莫大凌厉的青蒙蒙光柱一喷而出 一闪即逝后就没入白衣女子身体内 并在法掘一催下 迅速走遍此女所有经脉 将一些堵塞晦涩处硬生生的一一打通 白衣女子一声腹痛的轻哼后 带眉一皱后 徐徐睁开了双目 韩丽目光一闪 另一根手指一弹 一道绿光飞射而出 一股药香一散而开后 绿光准确无误的 没入白衣女子微睁的阴口 韩丽见此 微微一笑 当即一转身的向店门外走去 让血泊道友静坐一刻钟 将丹药之力彻底划开后 就带她来见我吧 是 韩前辈许娇等人惊喜娇家的回道 谢道人目睹这一切 却丝毫表情没有的 跟着韩丽也走出了店门 一刻钟后 在原先的许家主店大厅中 韩丽终于见到了 彻底清醒过来的白衣女子 血泊道友 现在感觉如何了 韩丽向刚刚向自己 道谢过的白衣女子 微笑地问道 多亏了韩前辈刚才的那颗补元丹 晚辈暂时应该无视了 血泊脸色异常苍白 但仍勉强一笑地回道 本章完 第2306章 真仙将士 灵顶之密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补元丹虽然可以弥补到有小半精气 但是要想恢复如常 此后还是要好好修养一段时间的 不过 那血骨虫 在我们风源大陆 可是少见之极 道友为何会遭此暗算的 韩丽先是一笑 又颇感兴趣地问道 韩前辈既然知道血骨虫 乡里啊 应该也清楚 此虫根本不是风源大陆所有的 我是在血天大陆遭人暗算 才中了血骨虫的 要不是我身躯特殊 并用秘书强行压制住此虫 恐怕来不及返回家族中的就化为一滩污血了 血魂叹了一口气地回道 道友果然去了血天大陆 但是 我听许娇道友言 当初不是打算去雷鸣大陆一趟的吗 怎又跑到血天去了 韩丽点点头地问道 当初我的确先去的是雷鸣大陆 但是没想到 等恢复了部分记忆后 却发现 又不得不去血天大陆 也是我当初也没想到的事情 血魂露出一丝苦笑的回道 原来如此 但据我所知 这血骨虫在血天大陆 也是一等一的灵虫 并不是一般修炼者可以掌握的 看来道友在血天大陆 惹得麻烦不小吧 韩丽沉吟了一下 大有深意的样子 何止是麻烦不小 妾身这次真的是九死一生 并在血天大陆 着实结下了几个大敌 下次若再一人踏上此大陆 我恐怕很难全身而退额 白衣女子悠悠地说道 哦 听到有口气 还打算再回血天大陆 韩丽面上笑容一脸 眉头微皱地问道 不错 血天大陆必须再去的 因为 在妾身心的记忆中 冰魄就是最后在血天大陆失踪的 我上次已经找了一些线索 但要想真将本体巡回 再去血天大陆之行 是势在必行的 血魂沉吟了片刻后 有些无奈地说道 冰魄道友是在血天失踪的 这就难怪许家先前一点线索没有了 不过 道友这一次 将须天鼎当作鹤里相赠 又是为何 再没有真正找回兵破道有钱 此鼎应该还是有大用的吧 韩丽倒是没有表现得太过震惊 一笑后 又问道 白衣女子听这些话 脸上却一阵异色闪过 忽然间冲许娇等许家弟子吩咐一声 你们先下去吧 我有极重要的事情 需要单独和韩前辈密谈 有事的话 自会再换你们进来的 是 前辈 晚辈等 就先在外面等候了 许娇等人互望一眼后 不敢违背地答应一声 纷纷退出了大殿 韩前辈 这些道友是不是也 白衣女子 目光朝银月李荣等人身上一扫 有些迟疑的模样 看来血魂道友下面要讲的东西 真的十分重要 银月 你们也回避一下吧 韩丽沉吟一下 也平静吩咐一声 银月李荣等人 自然没有意义地点下头 也向殿门外走去 谢道人虽然一言不发 但面无表情 跟在其他人身后 转眼间 整间大殿中 就只剩下韩丽 和白衣女子二人而已 现在 道友有什么隐秘之事 尽管可以说了吧 韩丽望着对面女子 似笑非笑地言道 让韩前辈渐渐笑了 下面交谈 的确不宜有其他人在场 前辈是否想知道 这须天鼎被炼制出来的真正作用 晚辈打算用此顶秘密 来和前辈做一次交易 白衣女子神色一正 真正作用 交易 韩丽文言 露出一丝感兴趣的表情 不错 晚辈可以保证 前辈知道这个秘密后 可以从中受益无穷 血魂凝重言道 哦 这个秘密 若真像你所说的这般有用 和道友做一次交易 自然是不无不可的 不过 首先血魂道友 还是先能说服我才行 韩丽不动声色地回道 好 我就知道 韩道友 对此绝对会有兴趣的 有关须天鼎的真正来历 其实要从我在人界时候的 一次机缘说起了 它其实是我根据一页精确预书记载 才费尽心机纺织出的一件宝物 真正作用 可并不是用来斗法争斗的 而是一把钥匙 血魂目光闪动不已 许许讲述起来 韩丽一开始面带微笑地静静听着 但是不久之后 脸上神色渐渐凝重起来 最后甚至目开始闪过一丝震惊表情 半日后 韩丽在许家诸人的恭送下 终于离开了许家 并乘坐一艘白色巨舟 向人足中心处飞驰而去 韩兄 血魂道友和你谈了何事 既然这般长时间 银月有些异样地问了一句 没什么 只是和血魂道友做了一个约定而已 韩丽看了银月一眼 微笑地言道 约定 银月眨了眨美目 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也可勉强说是一桩交易吧 韩丽轻描淡写地又说一句 银月奄然一笑 没有再继续追问什么 李荣虽然同样大感兴趣 但自知无法和银月相比 识趣地没有多问一句 倒是诸果尔没有多想地问道 韩前辈 许家已经去过了 下面我们去什么地方 下面 当然是圣岛了 李道友 下面需要你带一下路了 韩丽冲李荣坦然说道 前辈放心 晚辈一定会将前辈 尽快带到圣岛之上 李荣闻言大喜 急忙保证地言道 好 韩谋也希望早一日进入圣岛 韩丽悠然地说道 话音刚落 玉州微微一颤后 顿时在光芒闪动中 顿速一下提升了背许 化为一道长虹的破空而去 并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两个月后 人妖两足交界一处 寒有人知的偏僻山脉中 赫然有一片茫茫雾海 一眼无法望到尽头 几乎占据整片山脉的三分之一面积 但若一进入雾海万语里 就可发现一个黑乎乎的岛屿 离地数百丈地在低空处悬浮着 而在岛屿附近 有数以百计的陨石般巨石 围着岛屿徐徐旋转不停 每一块树亩大小的巨石上 赫然修建有一座座阁楼和高台 上面隐约可见一些神情肃穆的假式 笔直地站在旗上 更有一些非洲飞车 不时从巨岛上出飞入 在更远的地方来回巡逻不定 在岛屿附近虚空中 一层层肉眼可见的光目静置 一层接一层 几乎遍布整个天空 整座岛屿不可谓防护不严密 而这里正是人妖两族 无数人心目中的圣地圣岛 同一时间 在圣岛中心处的一座殿堂中 十几名身穿各色服饰的合体长老 正分坐在两侧椅子上 但神色间竟大都有些焦虑和不安 李仙子他们应该快到了吧 一名面容白净的男子 终于忍耐不住地向一名老温问道 寻道友何必太心急了 既然容仙子提前发回了传讯 说今日就到 想来绝不会错的 老温缓缓回道 我自然也知道此理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五十 徐某也是害怕李仙子他们 别半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白净男子叹了一口气地说道 嘿嘿 有韩前辈一同而来 怎可能出什么事情 一名身披白色皮袄的妇人 却黑黑一笑地言道 的确 但是以韩前辈在庆典上展现的神通 恐怕连墨前辈和傲笑前辈两位大人 都无法相提并论的 要不是如此 我们这些圣岛长老 也不会全在这里 老老实实地等候大半日了 白发老翁苦笑一声地说道 不过传闻终究是传闻 我们可都未曾亲眼得见的 韩前辈神通 真能强大到如此境界 只是稍一出手 就轻易重创了夜叉族隐藏的大臣黑霄王 这听起来 还是实在让人有些难以置信的 白净男子 仍有一丝犹豫之色 就算传闻略有些失实 但韩前辈神通 绝对不是一般 心境大臣可比的 这一点肯定不会错的 况且 现在莫大人和傲笑两位前辈 失陷在魔界 也只能指望韩前辈出手 才能相救而回的 无论从哪一点来看 我等现在 都必须极力辅助韩前辈 才可的 老翁毫不犹豫地肯定道 既然两族出现新的大臣存在 我们圣岛自然要极力相辅的 只是我等前面 因为其弟子缘故 可是已经将其大大得罪了 韩前辈不会因此 对圣岛大为不满吧 白静男子苦笑一声地说道 闻听此话 那些未说话的圣岛长老 有几人脸色微微一变 放心吧 韩前辈能进阶大成 心胸自然不会太小的 况且 我等先前举动 本义也是为我等两族 未来着想 韩前辈绝不会因为此怪罪下来的 老翁不以为然地说道 听老翁这么一说 其他合体长老脸色为之一怂 老翁笑了一笑后 正想再说些什么时 店外却忽然有一个声乐的轻笑传来 诸位道友果然全都在这里 如此一来的话 倒不用小妹一一通病了 话音刚落 店门外人影晃动 走进来三名女子 正是李荣 银月 朱管三人 刚才说话之人 赫然正是李荣此女 面上笑音音一片 唯独不见韩丽和谢道人踪影 啊 是李仙子 玲珑道友 韩前辈人 莫非已经到了 大殿中众人一阵哗然 老翁吃惊地 立刻起声问道 韩前辈的确已经到了圣岛 但前辈并未和我等一起 而是先去岛上其他地方去了 不过诸位放心 前辈很快就会到此和大家一见的 李荣嫣然一笑地说道 本章完 第2307章 真仙将士 2208章 天书阁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同一时间 在圣岛中心处的一高崖下方 韩立目光闪动地 往眼前百丈金币上凝望着 在其旁边 谢道人面无表情地 也在打量着巨大金币 而在离二人七八丈远地方 两名绿袍老者 一脸惶恐地束手而立着 这两人自然就是专门负责此地的守卫 均都有练须后期的修为 不过在刚才韩立方一到此 略一放出钉点大成灵压后 这两名绿袍老者 自然一下变得诚惶诚恐 不敢有丝毫的拦阻了 这时 韩立已经从上到下的 将金币上闪动的金色文字 全都扫过了一遍 目光往上一凝后 重新落到了排在第三位的几个金色古文上 玄天斩铃剑 韩立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喃喃了几遍 不觉抬起一手 往另一侧手臂上 轻轻抚摸起来 手指触摸之处 藏在袍袖下的臂膀 某图案 一下变得灼热异常 甚至隐隐有刺痛之感 韩立长吐了一口气 忽然头也不转地问了一句 玄天斩铃剑 可就是最新上榜的 那件玄天之宝 听说此物刚刚出现时 让整个风源大陆各族 都为之疯狂过一阵 回禀前辈 这件玄天之宝刚上榜时 何止是风源大陆 就是其他大陆的超级大族 也派人寻找过一番 但不知什么原因 他们竟然没有得手 就再无任何消息传来了 不过这些大族 应该还在暗中寻找吧 两名绿袍老者互望了一眼后 其中一人上前一步 小心地回到 或许如此吧 谢兄 此榜已经看完 我们走吧 韩丽黑黑一笑 竟然没有多说什么 招呼谢道人一声 就转身离开了 恭 两位前辈 两名绿袍老者 急忙躬身相送 谢兄 你对这混沌万灵榜 可知道些什么吗 稍一远离混沌万灵榜后 韩丽忽然向跟来的谢道人 问了一句 我的记忆中 没有此物的相关信息 以前也从未听主人提起过 不过 我刚才从那金币上感到一丝仙灵气 仙灵气 原本并没有对自己随意疑问 报和信心的含力 文言顿时一整 不错 虽很稀少 但却极为的精纯 并下于道友先前提供灵液中提供的仙灵气纯度 谢道人默然回道 有些意思了 看来 我们灵界和真仙界 虽然失去联系多年了 但两者间的 还是有些事情 无法真正切断的 韩丽沉吟了片刻后 冷笑一声的自语说道 谢道人神色不变 也未再说任何话语 圣导并不算多大 韩丽在由李荣提供地图下 不知怎么左转一下 右拐一下 竟然来到了一个小型传送阵前 他带着谢道人一踏而上 然后单手一掐绝 法阵一阵嗡鸣 乳白色灵光大放下 二人身躯一个模糊 就从法阵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刻 一座七八十丈高的阁楼前 一片白光闪动 韩丽和谢道人身影 在另一座法阵中 一闪而现 天书阁 韩丽抬手往眼前阁楼大门上 悬挂的一个巨大牌匾上 扫了一眼后 脸上闪过一丝异色 又转手冲谢道人说了一句 谢兄 你暂时在这里等候我一下 我去去就回 韩道友尽请自便 谢道人毫不迟疑地回道 韩丽点下头 就向阁楼大门走去 片刻功夫后 他就站到了一名 面容异常苍白的老玉面前 平静地说道 听说天书阁收集有无数秘书 在下打算进去查看一二 道友可否把禁止打开吧 阁下面孔陌生得很 难道是新进入岛的道友不成 既然到这天书阁 想来也应该很清楚本阁的规矩了 老玉盘坐在空旷旷的一层 大厅正中间 有些疑惑地打量韩丽两眼后 才眉头一皱地言道 面前之人气息深不可测 竟根本无法判断对方修为境界 怎不他心中暗自吃惊不已 想要学习一种秘书 要么按价支付一笔零食 要么用阁楼为收藏的同种秘书交换对吧 韩丽微微一笑后 说道 的确如此 道友是打算支付零食吧 虽然学习一种秘书要交的零食 是一个天价数目 但是总比真用一种秘书交换 要容易得多 本阁已经收藏的秘书何止万种 再找一种未有收藏过的 哪是这般容易的 老玉发出几声嘶哑低笑后 言道 原来如此 我这里倒还真有不少从义族那边收集到的秘书 道友可以查看 其中有那些是没有被收藏的 韩丽沉吟了一下后 忽然一笑地说道 随之他还未等老玉露出吃惊的表情 就见韩丽袖子忽然间往其面前一抖 顿时密码密码的各色玉剪从中一飞而出 并一个闪动后 纷纷悬浮在老玉面前静止不动了 足有近百枚之多的样子 这些玉剪都是道友从外族收集来的 老玉目睹此景 眼神一下发指起来 好一会儿后才吞咽一下口水的言道 不错 道友不妨仔细查看一二 韩丽似笑非笑地言道 那道友稍等一下 老神马上核实一下 老玉总算恢复了镇定 连声地说道 下面 他急忙将其中一枚玉剪一把抓到手中 将神念往其中一扫而去 消源分光术 这不是飞羽族鼎鼎大名的秘术吗 听说不是血统最精纯的核心飞羽族 根本无法学得此术的 此种秘术天书阁中的确没有记载 可以用来交换的 老玉只看了片刻 脸上就再次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哦 看来道友对异族之术 颇为了解 此术的确是我当年在飞羽族中偶尔得到的 不过并不太是我体质 所以并未加以修炼过 韩丽文言露出一丝意外之色 嘿嘿 老神当年可是号称两族中懂得秘术最多之人 否则也不会被那些老家伙 拍到这里镇守这座天书阁了 老玉听了韩丽之话 满是皱纹脸孔上 不觉露出一丝得意之色的说道 然后 他将这枚玉剪一收后 又将另外一枚玉剪一把抓住 同样用神念查看起来 九夜魔大法这个好像是魔族秘书 本格也未收藏过 天芒清墓宫这个是墓族流传的秘书 本格倒是已经有了 这老玉一个个玉剪查过来 竟大半都能说出一些来历 看来其刚才自称的是两族中懂得秘书最多之人 似乎并不假的样子 不过老玉只看了十几枚玉剪 心中就越发震惊起来 这些玉剪中秘书不但来历五花八门 其中三分之二竟然都是天书阁中未曾收藏过的 这令其再也无法压住心中亥然 要知道 平常即使真有人是拿其他秘书来换取天书阁中秘书 也不多是一次拿出一两种而已 像韩丽这般一口气拿出近百种秘书来交换的做法 恐怕天书阁修建以来也是前所未闻之事 足足一盏查功夫后 老玉才将所有玉剪看完 长吐一口气后才对韩丽宁仲说道 道友拿出玉剪中 总共有六十一枚 本格都未藏有 道友真打算都用来换取格中其他秘书吗 六十一枚 数量也不算少了 就用他们换取这里的其他六十一种秘书吧 韩丽摸了摸下巴 微笑地回道 好 既然道友已经决定好了 老申这就将格楼静置打开 让道友进去挑选其他秘书 先提醒道友一句 只要道友一挑完六十一种秘书后 就必须从里面马上出来 另外这些秘书 只能道友一人修炼学习 不得私自传授他人和门徒 否则一旦本圣导得之 自然会有执法使者加以制裁的 老玉陈生说道 道友放心 我学如此多秘书 只是参考之用的 真正用来修炼并不会有几种的 更不会随便传授他人的 韩丽轻描淡写地回了两句 袖子再一抖 就将那些未被老玉看中的预见 全都重收回了袖中 道友知道这些就行 那老神施法了 老玉微点下头后 张口一吐 喷出了一块金灿灿令牌来 他单手掐绝一摧 又用一根手指 虚空一点 顿时金色令牌一颤 从中喷出了一片银色霞光 直奔楼梯口处一卷而去 扑斥一声 楼梯口处一声闷响 似乎有数层无形静置 被一打而开 韩丽神色不变地身形一动 就一下没入楼梯中 不见了踪影 阁楼一层大厅中 转眼兼就 只剩下老玉一人 一脸沉吟地 继续盘坐在地面上 韩丽在阁楼中待的时间并不太长 一顿饭功夫后 就神色如初地 从阁楼中一飘而出 韩丽冲老玉略一拱手后 就头也不回地 走出了一层大厅 此人到底是谁 绝不像一般新上导的合体修士 其气息竟然连我 也无法能看出深浅来 一次竟然能拿出 这般多一族秘书来 难道这人就是 老身盯着大厅门口好一会儿后 才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两句 双目一下变得发亮起来 同一时间 刚刚走出阁楼的韩丽 忽然头顶上破空声一响 三团金光激射而至 本章完 第2308章 真仙将士 再入魔剑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雨 韩丽目睹此景 神色丝毫不变 只是袖子往高空一抖 顿时金光飞射而下 一闪即逝地没入袖口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在单手一翻转 手心中顿时多出一只拳头大金色甲虫来 正是韩丽当初放出 追杀黑霄王的三头伟虫王之一 韩丽目光闪动地盯着手中金色甲虫片刻 就眉头微皱地低语一声 还真让黑霄那家伙逃掉了 不过迄近半身躯都被这些小家伙吞噬掉了 所受创伤倒比原先预料的要大得多 这这也算是一个不坏的结果 韩丽一字语完 手掌再一动 就将甲虫收了起来 然后手中绿光一闪 竟又多出一块玉碱来 韩丽目光往这玉碱上扫了一眼 脸上不禁露出一淡淡笑意 他这次去这天书阁 虽然见识到许多不错的秘书 但其真正目的 却是为这下半部寄雷术而来的 当初 他从飞羽族地渊妖王手中得到的寄雷术 只是残缺不全的催动之法 虽然催动辟邪神雷的威力极大 但是施法过程却迟缓无比 在实际争斗中并无多大效用的 而当他从黑羽上人口中得知 圣岛还保留有下半部寄雷术口诀后 当即就铭记在心 起了将此数彻底学权的想法 如今 他从天书阁中找到这下半部寄雷术 并略意查看之后 就发现 其中记载和先前所学一对照下 真可以凑成一套后 心中自然大喜 毫不犹豫地将记载此数的预解带了出来 至于其他数十种秘术 则只是附带之物了 不过其他秘术中 也有几种让其眼目一亮 真有些异动地打算回去略加修炼一二的 韩力将预检中积雷术飞快扫过一遍 在确定的确没有问题后 将预检一收而起 就大步向不远处地传送阵走去 在那里 谢道人正静静地一直等候着 韩道友回来了 谢道人一见韩力走近 平静异常地问了一句 让谢兄九猴了 我们去见见圣岛的那些长老吧 想来 他们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韩力歉意一笑地说道 谢道人自然不无不可地点下头 于是 当二人再走进传送阵 光芒一闪后 二者身形就再次消失不见了 数日后 一艘白蒙蒙玉舟 从圣岛上破空飞离 一闪地向远处积射而去 在此周上 韩力 谢道人 银岳等人赫然都在上面 并且还多出了圣岛长老会中的那名姓洛的白发老翁 韩力站在玉舟最前方 眉头微微皱起的一脸沉吟之色 不知在思量着什么要紧事情 罗道友 那黑嚣王被我中创了 数百年内 都不可能再对我两族起什么心思了 至于尹族等其他几族 在没有大成坐镇情况下 想来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总之 我也进入魔界的消息 一定要先隐瞒下来 起码百余年内不得放丝毫风声出去 以防有什么意外 韩力眉头一松后 冲老翁用吩咐的语气说道 仅尊韩前辈法指 前辈暂时离开灵界之势 晚辈一定竭力封锁所有消息的 不让外人得知的 不过 前辈真打算如此快就动身吗 韩前辈才刚刚进阶大成不久 不如多巩固下修为 多准备一段时间 再进入魔界也不迟的 老翁答应一声后 又有些迟疑地说道 墨简离和傲笑两位道友 已经失现在魔界不短一段时日了 说不定现在已经危在旦夕了 怎可能再耽搁下去的 至于巩固境界之势 我却并不太需要的 韩某修炼功法和一般道友不同 其中大半是以炼体功法进入大成的 故而对大成境的巩固 是无需花费太长时间的 韩力摇摇头地解释了几句 既然前辈下定了决心 那晚辈就不再劝阻了 我们现在要去的空间节点 正是魔族大军撤退时的原先一处空间通道 虽然此通道已经消失 化为了一处空间节点 但是根据附近居住的一些修饰报告 节点中不时有剧烈空间波动传出 显然这里的界面障壁还有些薄弱 界面之力仍未彻底形成的 以前辈的大成神通 外加星盘的辅助 破开进入魔界应该不是一件太难之事 只要你所说的节点没有问题 进入魔界对现在的我来说 的确就不算多难一件事情 韩力不置可否地回了一句 其实前辈若是肯多等一段时间 其他大族想必也会再派人进入魔界查探一番的 毕竟他们也有大成修士陷入魔界内 同样没有消息传出的 这话却是一旁的李荣 忍不住地插口道 嘿嘿 那些大族就算真派人进入魔界中 也只会关心本族的大成存在 又怎会管我等这样小族之人的死活 况且 现在时间过去如此之久了 说不定这些超级大族 已经再次派人进入魔界中了 我可不认为 这些大族会将他们的举动 特意派人来通病我们几族一生的 韩力却冷笑一声地言道 听了韩力如此一说 李荣和老翁自然不好再说什么了 而这时 韩力却又想到什么的 淡淡说道 你们不用太担心什么 我这次去魔界 还有谢兄相陪的 银月也会跟我一同过去 就算真遇到什么事情 也自保有余的 只是果儿这丫头修为太低 却不宜再动我前去的 需要几位道友帮我暂时照看一下的 前辈放心 前辈进入魔界后 晚辈等人会将猪姑娘带回圣岛 让其安心修炼的 老温文言 急忙躬身答应一声 猪果儿听闻此话 嘴巴微微一撅 隐约有几分不乐意的模样 却又不敢真反对什么 韩力见此洒然一笑 嘴唇微动几下后 直接向猪果儿传音了过去 小灵天进入时间还未到 还要等上一些年月 才能有机会 寻找小灵天入口的 你且在圣岛县安心地修炼一段时间 让修为再提高一些 到时寻找小灵天的时候 才能跟着我可以自保的 猪果儿听了之后 心中一灵 当即连连点头的 不再说什么了 至于银月 心中十分挂念 傲笑老祖安危 外加可以跟着韩力 一同进入魔界 自然丝毫意见没有的 就这般 玉州一路向妖族领地 积舍而去 一路无视地飞行了半月之久后 来到了一片碧绿草原上 在深入草原 又飞行了两日两夜后 玉州终于一顿地 在一片要塞残骸上 空停了下来 按照所得消息 就是这里了 这里原先有魔族军队驻扎 但现在却已荒废许久了 老翁手中拿着一个正盘的第一手 查看了半晌后 才肯定地言道 这里 韩力听了此话 抬手朝高空凝望过去 只见在高空中 除了一片灰云 覆盖大半天空外 其他一切显得十分普通 并无任何异样之处 韩力看到这里 神色微微移动 漠然一根手指 往自己眉宇尖一点 扑得一声后 顿时那里一团黑气浮下出 并幻化出第三只树木来 此幕徐徐一睁而开后 一道乌光立刻一喷而出 并一闪即逝地没入高空 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昏云中一阵轰隆隆声传来 接着一股微弱波动 随之一线而出 让玉州上所有人一下 全都感应到了 老翁等人见此 脸上均露出了喜色来 而韩力也点下头 将第三只树木一收而起后 大袖冲四周一抖 顿时无数阵 其阵盘化为五色流氓的狂涌而出 并在闪动中 纷纷没入虚空中 不见了踪影 片刻功夫后 韩力两手一搓 冲身下一阳 一声霹雳 一道粗大金湖一弹而出 并一闪地消失了 下一刻 下方轰鸣一响 一个母许大的巨型光阵 一下浮现出 并有无数金湖 在其中闪烁跳跃不止 韩力一袖 在冲下一甩 又一团白光 从中飞射而出 里面隐约有一件 持许大的盘撞法器 正是在灵界大名鼎鼎的 破界法器 逆星盘 此盘方一放出 就在巨大光阵上空 低溜溜地转动不已 并最终化为了一轮银月的悬挂在虚空之中 谢兄 银月 走吧 韩力双眉一挑 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声 随之 就见他一步迈出 人就一个模糊地 在原地消失了 而下方一声闷响后 韩力周身电弧缭绕地 出现在了光阵中心处 谢道人和银月见此 也二话不说 也飞身跟下 出现在了韩力身后处 韩力目光朝玉洲上的老翁和李荣扫了一眼后 这才一手掐绝 一手冲高空 缓缓一点去 顿时光阵上空 银月一阵清明发出 一颤之下 一道五色光柱一喷而出 直接没入灰云之中 与此同时 韩力身下光阵也雷鸣声大起 六道黑白光柱 在电弧缭绕中一喷而出 紧随五色光柱地 积在了灰云中 同一虚空处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后 灰云中一团刺目荧光一闪即逝后 一个黑乎乎的巨洞 凭空显现而出了 韩力深吸一口气 提表骤然间金光大放 随之一闪之后 就将旁边二人 也一下卷入其中 并一声长啸后 化为一道金红的冲天气 只见一阵剧烈空间波动后 金红瞬间顿入黑色大洞中 不见了综艺 本章完 第2309章 真仙将士 明虫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魔界一处遍布腐烂淤泥的沼泽上空 一个黑乎乎大洞中波动一起 一团金光从中击事而出 并光芒一脸地 在大洞下 献出几道人影来 正是再次进入魔界中的 韩力三人 韩力目光往四周一扫后 眉头微微一皱 四处空荡荡的 竟然一个人影没有 他略意思量后 二话不说的神念一放而出 往四周一照而去 结果马上发现 在附近沼泽边缘处 赫然有一大片实质建筑 高高矮矮不一 足有数百间房屋 并且 外围还布置有数个防护法阵 但此刻法阵大开 不见丝毫静置激发而起 神念在往群屋中一扫而后 里面凌乱一片 同样不见任何魔族踪影 走吧 我们直接找离此地最近的魔族城池 弄清楚 这里是魔界 和地在说吧 韩力有些亚然 但心念飞快一转后 也就有了决定 和上次进入魔界不同 以他现在的大成七修为 外加有谢道人相助 就算面对魔界三大始祖之一 也不会有丝毫拒异的 三顿光一起 三人就直接向沼泽外飞尸而走 一路向西飞行了不过半日 韩力神色微微一动 漠然顿光一顿地 率先停在了高空中 谢道人往远处目光一闪后 同样停了下来 银月见前方天边空荡荡一片 却不禁一头雾水 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韩兄 怎么回事 莫非你和谢兄都发现了什么 嗯 前面有东西过来了 韩力淡淡回了一句 脸上神色平静如初 银月文言一正 美眸一转 也急忙向远方眺望而去 结果一小会儿功夫后 远处天边传来一阵 嗡嗡的怪名声 并且越来越响 离他们越来越近的样子 银月不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但韩力和谢道人 却均都在原地动也不动 面上丝毫一样都未露出来 再过片刻后 天边骤然间灵光一闪 数百道顿光先后的浮下出 并向韩力这边疯狂激势而来 竟然是数百名修为高低不一的魔族 魔兽正在拼命逃窜 仿佛后面有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在追赶一般 银月眨了眨美目 心中正想 到底是何东西在追赶这些魔族魔兽的时候 天边嗡鸣声一下大响 大片灰蒙蒙乌云紧跟地涌现而出 并毫不迟疑的这些顿光滚滚追来 银月急忙将体内灵力往双目一聚 仔细往那片灰云望去 结果下一刻 让它这位合体修士 脸色一下煞白起来 那灰蒙蒙乌云 赫然是由无数奇形怪状的怪虫组成 其中最小的怪虫也有拳头大小 最大的则足有成人大小 或浑身变身道刺 或满口獠牙 一个个均都争鸣异常 大义于普通魔虫 而灰云中魔气翻滚 怪虫密密麻麻 数不胜数 也不知有多少只的样子 如此恐怖的虫云 外加这些怪虫的猙獰模样 难怪银月也面色大变了 虫云中 怪虫飞顿速度明显并不一样 一些体积大些的怪虫 净速度明显 比其他怪虫更快一些 顷刻间 一些落后的魔族魔兽 就被这些大型怪虫 从后面追上 并纠缠了上去 这些魔兽魔族无奈之下 只要且战且逃 一时间受吼声 大叫声以及轰鸣声 在高空中爆发而起 但这些魔兽魔族 顿速稍一慢下来后 顿时被后面其他怪虫一追而上 被灰蒙蒙虫云一下 淹没而尽 一阵惨叫后 无论是张牙舞爪的魔兽 还是拼命催动魔气防御的魔族 瞬间就化为浪花的 消失在了虫海之中 韩丽看到这一切 神色终于微动了一下 忽然转手冲谢道人 问了一句 谢兄 你觉这些虫子和魔戒的其他魔虫相比 可有什么异常之处吗 气息有些不一样 所带魔气有些不纯 好像不是魔戒中本土诞生的那一类魔虫 谢道人扫了虫云一眼 就默然地回道 果然如此 看来这些怪虫 是和那明虫之母 有些关联了 韩丽叹了一口气地说道 明虫之母 就是制造魔戒大姐 逼得我祖父和末前辈 不得不进入魔戒的那个明虫之母 银月听的此话 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错 我说的正是此虫母 韩丽苦笑一声地言道 这些怪虫 既可能和明虫之母有联系 又这般在魔戒大模大样地出现 难道那虫母已经脱困出来了 银月脸色难看至极地说道 这倒不一定的 也许只是从封印中 偷跑出来的一些虫母后翼而已 韩丽沉吟了一下后 却摇头地说道 银月文言 还想再继续问些什么 但就这片刻耽搁 远处逃窜的上百顿光 就有大半都被灰色虫云吞噬一空 只剩下寥寥十几道 还在狂奔 并已经到了三人进前处 顿光中的 全都一些法力不弱的高阶魔族 一个个狼狈之极 异常惶恐的金具模样 而韩丽甚至单凭肉眼 都能清楚地看到 最前边几名魔族的面容 这些魔族 一见韩丽三人 就这般静静停在高空中 一副对远处 重云视若不见的模样 也是面上一带 其中一一名二十来岁模样的魔族女子 却不加思索地冲韩丽等人 一声娇斥 你们还站在那里干什么 明冲群已经来了 还不赶紧跑走保命去 话音刚落 这些顿光就已经先后一闪地 从韩丽三人身旁一擦而过 来不及多想地 往更远处击视而走了 韩丽见此 微微一笑 在扫了远处重云一眼后 忽然袖子一抖 一声轰鸣 顿时三座迷你小山 就在身前一线而出 漠然一晃后 就在光芒万丈中 化为了万丈之高 并腾空飞起下 直往对面重云一迎而去 而同一时间 灰色重云一涌而上 就将三座巨山 围了个水泄不通了 韩丽眉稍一条 一根手指摇空一点 三座山峰在轰鸣声中 一下滴溜溜转动起来 黑色山峰上 顿时飞卷出一片片的 灰色霞光 霞光卷过之处 那些灰色怪虫 凭空一模糊的一片片 不见了踪影 青色山峰 则间鸣声大起 无数道无形剑气 一喷而出 四面八方的怪虫 身躯一颤下 就纷纷地被斩成无数碎块 大片绿血 从高空一洒而下 而那座五色光艳滚滚的山峰 表面光滑大放 一圈圈五色光运 狂涨而出 锁过一接触光运的怪虫 瞬间惨叫地 被直接压成一团团肉酱 竟根本无法撑过一个回合去 转眼间 若大灰色虫海中 以三座飓风为中心 漠然多出三个巨大孔洞来 无论多少怪虫 疯狂天涌进去 就被三座飓 吞噬得一干二净 不过请客间功夫 灰色虫云 就一下变得稀疏起来 残留的灰色怪虫见识不妙 其中一只双手巨虫 忽然口中一声凄厉坚鸣 所有怪虫一个掉头 竟向来路滚滚 飞逃而走 韩力见此情形 却双目一亮 手指漠然再冲远处 黑色飓风一点 顿时黑色山峰一个晃动后 竟在层层灰色光辖中 一个模糊的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那头双手巨虫头顶上空波动一起 黑色飓风丝毫征兆没有的 闪现而出 底部灰蒙蒙霞光一卷而下 这头巨虫只来集一声乌液 就在灰光闪动中和 其他怪虫一般的消失了 这时 其他残余怪虫飞快逃走下 却到了极远之处 并一晃而散下 化整为零的 纷纷消失在了视野中 韩力似乎也没有继续追杀剩余怪虫的意思 只是单手轻描淡写的 往远处一招 三座飓风一声轰鸣 体积飞快缩小 重新化为了持续大小 并一个模糊下 纷纷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韩力一只绣筒中 波动微微一晃 三座寸许高的迷你山峰 就出现在了其中 并在一闪的彻底消失了 从韩力出手 放出三座集山 到灭杀大半怪虫 并将宝物重新收起 不过才短短几个眨眼间功夫 原本正在拼命 往后方逃顿的 那名魔族女子 无意中回首一扫之后 顿时经的顿光一颤 整个人差点 直接从高空坠落而下 这怎么可能 这名颇有几分 姿色的魔族女子 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来 其他同样 正在逃顿的魔族 一见此女这般失态表现 一正之后 也不禁纷纷向后一望而去 自然同样大惊失色起来 原本让他们望风而逃的 可怕重云 竟然已经凭空消失的 无影无踪 他们顿光一缓 不禁纷纷停下了飞顿 并用一种茫然的目光 望向韩力三人来 任谁都很清楚 重云的突然消失 肯定和眼前这三人 是大有关系的 那名二十来岁的魔族女子 最先清醒过来 将身形重新一吻地 停在半空中 重新看了韩力三人一眼 不禁脸色阴晴不定的 暗自思量 是否要飞过去一二 而就在此时 这些魔族耳中 同时响起了 寒力淡淡的话语声 诸位道友过来一下吧 我有事情 要向你们打听一二 魔族女子心中一灵 略意犹豫后 也就老老实实地 飞了过去 其他魔族 一阵窃窃私语后 也不敢违抗地 飞了回来 以对方轻易 可将重云击溃的大神通 他们自然不会不识去地 加以触怒的 哼 今天是书有鲜鲜的生日 希望他生日快乐 以后每年都能健康活泼 本章完 第2310章 真仙将士 黑狐城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宇 参见三位大人 多谢大前辈的救命之恩 魔族女子 最先飞到韩力附近处 不敢太过靠前 在七八丈远处 就停下了身形 并急忙易礼地说道 他神念 略意感应对面 发现韩力三人 气息均都深不可测后 举止间 自然越发地恭敬 你们是什么人 最近的城池在什么地方了 韩力面无表情地简短问道 晚辈等人 是乱云山的彩金客 最近城池 是北面的黑湖城 前辈若是想过去的话 晚辈愿意亲自带路前往 魔族女子 不加思索地回到 黑湖城 以前倒是没听说过 带路没这个必要 但是此区域的地图 给我一份吧 韩力不客气地吩咐道 晚辈正好有一份附近 最详尽区域地图 前辈肯耀 自然是晚辈荣幸 魔族女子 立刻从身上取出一块 黑乎乎的石片 并双手奉上 韩力点下头 单手一招 搜一声 石片就落入了其手中 神念往其中一扫后 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 这时 其他魔族也已经飞到了女子旁边 但均都老是束手而立 大气不敢喘一下 好 现在谁能告诉我 你们口中的鸣虫 是怎么一回事 记得我以前圣界界 可从未见过类虫群 它们气息也和一般魔虫 有些不太一样 韩力将石片一收而起后 目光朝这些魔族身上 一扫得地问了一句 啊 前辈不知道鸣虫 魔族女子文言一正 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迟疑 其他魔族也一阵骚动 互望了一眼后 谁也不敢轻易开口的模样 我的确数百年为现实了 不认得这些鸣虫 有什么奇怪的吗 韩力神色不变 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 原来是闭关苦修的影视前辈 这就难怪 不知这鸣虫群了 这些恶虫 其实也不过是近百年才出现的 据说 它们原本都是圣界普通魔虫 但不知怎么的 忽然纷纷地发生异变 猜一下 幻化成 这般凶恶模样的 现在整个圣界 到处都是这些鸣虫肆虐 并且听说一些鸣虫群过多的区域 还出现城镇被鸣虫群围困 和屠城的事情 如今整个圣界 因此已经动荡不安 人心惶惶了 魔族女子心念飞快一转后 马上飞快地解释说道 屠城 嘿嘿 圣界出此乱子 三大始祖和其他圣祖 没有出手绞杀这些鸣虫吗 这些鸣虫群 虽然比一般魔虫厉害得多 但面对圣祖存在 还根本不堪一击的 寒厉沉吟了一下后 又缓缓问道 晚辈修为低下 有关始祖和圣祖大人们的事情 可实在不知了 晚辈只是知道 自从这些鸣虫出现之后 除了偶尔听说过一些鸣虫 太过严重的地方 有几位圣祖大人 出面绞杀一些鸣虫群外 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圣祖前辈 和三位始祖大人 好像全都同时地失踪了 魔族女子犹豫了一下后 才小心地回道 圣祖级别的 全都失踪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寒厉听了目光一闪 毫不迟疑地追问下去 太准确的时间 晚辈也不好说 但似乎是和这些鸣虫的出现 是差不多时期的事情 魔族女子恭敬回道 很好 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你们可以走了 寒厉听到这里 心中再无任何疑惑 淡然的一声吩咐 是 那晚辈等人先告辞了 魔族女子心中一松 口中恭敬地答应一声 并后退了几步后 才一转身的飞顿而走了 其他魔族慌忙一礼后 也同样急忙跟了下去 转眼间 附近虚空就只剩下寒厉三人了 寒兄 看来魔界以及我们灵界的那些大成存在 真的遇到麻烦了 否则魔界局面不变得如此糟糕了 银月一等魔族走远后 就叹息一声地说道 嗯 魔界现在情形的确不算太好 但具体是怎样的 我们还得再详细打探一番才行的 那黑狐城想来 是有魔族尊者坐镇的 以他们尊者的身份 总应该对那些圣祖 以及我们灵界大成的消息 真知道一些的 寒厉如此地说道 脸色也有些凝重起来 寒兄之言有理 那我们就到那黑狐城走上一趟吧 银月闻言 奄然一笑起来 哼 再去此城之前 还有一事需要先做的 寒厉轻笑一声 忽然袖子一抖 一片灰蒙蒙 霞光飞卷而出 光芒在身前一脸后 地面上 默然献出一头 仗许大的灰色巨虫 正是先前被他擒获的 那头双手鸣虫 此虫气息不弱 大概有化神后期左右微压 明显在虫群中 地位不低的样子 此虫方一献出 立刻双翅疯狂震动 就像立刻腾空而起的 桃之夭夭 但是下一刻 寒厉身上一股恐怖气息 冲天而起 双手巨虫 只觉四周空气一紧 整个身躯就被一股无形距离 硬生生地重新按在了地上 巨虫两手疯狂晃动 但身躯却无法动弹一下了 只能发出阵阵的呜声而已 银月看见巨虫 脸上才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寒厉目光微微一闪 袖口一动 一只手掌五指一分地探出 像巨虫一颗头颅虚空一按而去 痴痴声一响 五根金丝从指尖处破空射出 一闪之下 就没入巨虫头颅之中 原本剧烈挣扎的巨虫 身躯一颤 顿时瘫软地上的不动了 与此同时 韩丽却双目微合 体表淡淡金光流转不定 他竟直接对这巨虫 施展了搜魂之术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当一斩茶功夫之后 韩丽双目一睁 手指间金丝一个翻卷的 从巨虫头颅中一抽而回 还有 就化为点点金光的 消失在了虚空中 砰的一声 巨虫那颗头颅 一阵杖缩不定 静一下自行的爆裂而碎 韩丽袖子一动 一颗火球飞出 化为滚滚赤焰的 将虫尸包裹在其中 顷刻间化为了飞灰 韩丽 你可得到什么信息了 银月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没有 这些怪虫并没有真正灵智 只有一些最简单的意识本能而已 我刚才倒是白费了一番力气 韩丽神色有些古怪 但摇摇头地说道 原来如此 这倒并不算奇怪的事情 这些银虫虽然因为变异缘故 一下变得极为凶恶 但灵智却并非一时半刻 就可以马上开启的 但对我等来说 倒不算是一个太坏的消息了 银月眸光一转后 笑着说道 嗯 的确 只是依靠本能的话 这些银虫 就算数量再多 对大城存在 也够不成太大的威胁的 走吧 现在就去那黑湖城吧 想来在那里 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情报了 韩丽威然一笑地回道 于是 下面三人顿光一起 方向一变地 往北面积适而去了 一日后 韩丽三人就进入到了一片 遍布黑色泥土的高原之中 在向前飞顿数个时辰后 一座面积三四百里大的 黑油油城池 就一下模糊地出现在了极远处 从地图上 正是那魔族女子口中的 黑湖城林 不过此时的这座魔族城池 赫然喊沙声震天 竟正在被另外一眼 无法望到尽头的灰蒙蒙虫海 从四面八方包围着 这片虫海的鸣虫之多 目光所及之处 铺天盖地的 竟是虫虫叠叠的灰色虫影 韩丽先前见过的那片虫云中 鸣虫数量也算十分惊人 但和眼前虫海一比 却立刻显得小巫见大巫 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了 而此刻的黑湖城 已经被一层浅黑色光幕 仿佛巨腕般的倒扣旗下 在光幕之上 无论高空还是城墙上 均被一层又一层的灰色鸣虫 趴扶在上面 这些密密麻麻的怪虫 或挥动利爪 或露出獠牙 全都疯狂攻击着 那一层黑色光幕 光幕内的城头上和高空中 则同样是密密麻麻的魔族身影 它们或催动等阶不一的魔器 或直接催动魔宫 对光幕上的冥虫 疯狂进行绞杀 这些正在进攻的冥虫 明显等阶都不太高 根本无法抵挡魔族的任何一击 要么直接爆裂 而开得化为血雨 要么直接被一盏数捷地 从高空坠落而下 而在黑湖城中 更有密密麻麻的箭矢 从中雨点般的飞射而出 将不少冥虫纷纷地洞穿击毙 在黑城中心处 则有数以百计的高塔隐约弱线 上面电光缭绕不停 轰鸣声不断 每一刻都有数以百计的黑色电弧 从上面狂喷而出 又一下化为无数道黑色电丝的 落在光幕之外 将不计其数的冥虫 瞬间化为了灰烬 表面看起来 城中魔族在静止保护下 只要全力攻击即可 似乎占尽了上风 但是韩丽是何等之人 目中蓝芒微闪下 也就将城中真实情形看了个清楚 眉头下意识地微微一皱 就这片刻间功夫 笼罩城头上的黑色光幕 就比刚才暗淡了一分下来 而城头上的那些 仍拼命攻击的魔族 赫然也已经面色苍白 气喘吁吁起来 一副法力早已经开始透支的样子 忽然城中轰鸣声嘎然一指 上百座高塔上的黑色电光 静一下无声地消失 停止了攻击 本章完 第2311章 真仙将士 威震黑狐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宇 而没有了这上百高塔的电弧辅助 城中对鸣虫的杀伤力 一下就小了近半之多 更多鸣虫一层又一层地落在了黑光幕之中 让此静止嗡嗡作响 开始以肉眼可见 速度的飞快便淡起来 必须出手 将此城保下来 韩丽眉头一皱 忽然这般地说了一句 银月文言 理解地点了点头 谢兄 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麻烦 一会儿恐怕也要你也出手相注意二了 韩丽转手 又冲谢道人说了一句 没问题 谢道人平静地答应一声 韩丽文言笑了一笑 这才袖子一抖 顿时袖中灵光一卷 三座迷你吉山 再次一闪地出现在了身前 接着就见他默然单手掐绝 背后金光一放后 现出了三头六臂的泛胜法香 他法觉一催下 法香三颗头颅 六目一睁而开 口中一下发出龙音般的长笑 笑声轰声震天 直冲九霄云外 并在一出口瞬间 就化为无形的透明音波 向远处崇海滚滚而去 也不知发泛圣法香 在这笑声中 施展了何种诡异神通 黑狐城的魔族 听闻笑声先是一惊 上海未发找此声来自何处时 就忽然发现 原本疯狂攻击光目的鸣虫 要么大量的自行暴力而开 要么丝毫征兆没有的 纷纷从高空坠落而下 转眼间 虫群就少了小半之多 而剩下那些鸣虫 也嗡鸣声大起 乱成了一团 就在这时 高空中波动一起 三座万丈预风一闪的 在重海上方处浮现出 预风一声轰鸣 就往下同时一落而去 下一刻 一片片光霞 一道道剑气 和一团团光运 瞬间在虫群中肆虐而开 大片大片鸣虫 丝毫反抗之力 没有的 被三座山峰一扫而空 只有一些明显 比普通鸣虫强大多的巨型怪虫 才能稍微地抵抗一二 并慌忙向边缘处逃蹭而去 但就在这时 高空中一声霹雳 一道粗大银虎 漠然闪现而出 只是一个弹洞 就从十几只巨型鸣虫身上 一闪而过 这些巨虫一声哀鸣后 就连同附近近千只普通鸣虫 一起地化为了灰烬 当银色电弧一阵缭绕的一散后 在虚空中 就出现一个身穿道袍的青年男子 正是邂导人 而邂导人目光 往更远处的那些巨型鸣虫处一扫后 提表电光一闪后 就二话不说地 再次化为一道电弧的弹射而出 霹雳声锁过之处 无数灰色怪虫被灭杀一空 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巨响后 在虫海另一边的虚空中 一个数千丈高巨人虚影 在一阵震动中也闪现而出 正是三头六臂的范圣法香 韩丽本体 正双手倒背地站在法香中心处 望着附近怪虫 脸上丝毫表情没有 不过 此刻这巨人般法香 浑身无数无数紫色符纹符下出 六条手臂略意挥动下 一团团银色火球密麻麻地 向四面八方飞射而出 银焰一落而下 顿时化为一片片母虚大小的火海 将一片片鸣虫 全都滚滚地遗照旗下 无论是普通鸣虫 还是那些体型较大些的巨虫 身躯在一沾染 银焰的瞬间 纷纷发出惨叫的拼命挣扎 但是顷刻间化为了乌有 韩丽和谢道人 这般先后一出手下 看似无法穷尽的虫海中鸣虫 顿时以一个惊人速度被屠杀着 不过那些普通鸣虫也实在汗不畏死 在放弃了对魔族城池静置的攻击后 几乎以自杀般方式的直奔韩丽和谢道人飞扑而来 纵然韩丽和谢道人接连施展几轮大神通 也才在一顿饭功夫后 才将附近虚空轻荡一空 但仍有一些巨虫见识不妙的早逃之夭夭了 韩丽自然也没有继续追杀的兴趣 冲谢道人一招手后 就直奔下方黑壶城缓缓一落而去 这时 银月也从远处不慌不忙的飞顿而来 几个闪动后 就到了韩丽身边一同徐徐落下 黑壶城中无数魔族 早就被韩丽和谢道人先前出手 惊得目瞪口呆 当见到重海 竟被韩丽以二人之力就硬生生地扫荡一空后 顿时城中爆发出震天的欢呼之声 而当三人向城中落下之后 不用韩丽开口 当即几名高阶魔族匆匆而来 冲附近魔族一阵呵斥后 就乖乖地将光幕打开一道裂缝 将韩丽三人恭恭敬敬地迎了进来 参见圣祖大人 多谢两位前辈出手 久我满城上下数千万之口 敢问前辈尊姓大名 黑壶城上下将永继两位前辈大恩 永世不忘 一名合体初期模样的黑袍中年人 冲韩丽和谢道人深深一礼后 才满脸感激之色的颜道 至于附近的其他普通魔族 早在韩丽进入城中的瞬间 全都一排排地整齐趴伏在地上 根本不敢仰视韩丽和谢道人的样子 显然在普通魔族眼中 圣祖存在是近似神人般的存在 现在一下在此地出现两名圣祖 自然让城中魔族惊喜交加之极 我们的姓名 你们不用知道了 倒是你们城主在那里 让他过来见我一下 韩丽淡淡一声吩咐 回禀前辈 城主大人在早先和崇化对抗的时候 损耗了大量元气 现正在城主府调息中 但晚辈先前已经派人去通知了 想来一会儿就可亲自赶来 拜见前辈你老人家的 魔族中年人小心地回道 既然这样 我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至于其他人 该做什么去做什么 不必在这里等候了 韩丽点下头后 不客气地吩咐吧 是 晚辈这就让他们先退下 别骚扰了前辈 魔族中年男子一惊后 忙躬深地答应一声 向左右其他魔族一声吩咐 顿时附近的普通魔惶恐的起身 在向空中韩丽三人一礼后 才纷纷撤走 请客间 附近除了魔族男子几人外 就再无其他闲杂人等了 韩丽三人则 留在在虚空中 静静地等候起来 结果不过一盏茶功夫 一道黑蒙蒙顿光 从城中某个高大建筑中 腾空飞起 一个盘旋后 就直奔韩丽这边急事来 当黑光一脸后 一名身穿躁袍的枯兽老者 就出现在了韩丽面前 十余帐外处 此老者用神念 往韩丽三人大概一扫后 就马上诚惶诚恐地俯身大力起来 晚辈胡言拜见两位圣祖大人 多亏两位人 大驾光临彼城 让我等城蒙恩泽 才能逃过眼前大劫 你就是黑湖城的城主 韩丽打亮了老者两眼 神色不变地问了一句 这老者倒是有合体中期的修为 实力在魔尊中 倒也不算太弱的模样 晚辈担任黑湖城主之职 已近千余年 前辈若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就是了 老者满面陪笑地言道 嗯 你们几个先回避一下 我单独和这位湖道友谈论一二 韩丽见这位黑湖城主 这般识趣的样子 露出一丝满意地点下头 但马上又冲其他几名魔族冷冷的一声吩咐 是 晚辈等人先告退了 那名魔族男子心中一颤 不敢有丝毫违背地 立刻答应一声 片刻后 这里就只剩下胡言和等人 老者单独面对两名大成存在 心中自然忐忑之极 但是脸上丝毫不敢表现出来 只是在原地束手而立 一副恭敬之极的模样 刚才的鸣虫 能形成如此大的虫海 应该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 他们是什么时候 开始围攻你们黑湖城的 韩丽淡淡地先问了一句 回禀前辈 这些鸣虫 早在数年前就才出现在区域的 晚辈当年多次亲自带人出手 剿灭过虫群上百遍 但却根本无法真正灭杀干净 但到今日 能一次形成如此恐怖的虫海 并在两天前 就开始出其不意地攻击本城 也是大出晚辈预料的事情 枯受老者闻言 诚惶诚恐地回到 两天前出现的 看来这些鸣虫 虽然没什么灵智 但行动间 却似乎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韩丽摸了摸下巴 若有所思地回到 前辈鸣建 这些鸣虫杀不胜杀 并且互相之间 会主动合并汇聚一起 让虫群变得越来越大 否则如今 圣界也不会频频出现 被虫海直接屠城的 可不传闻了 枯受老者急忙解释地回到 此事暂且不说了 我且问你另外一事 韩丽想了一想后 又不动声色地说道 前辈请问 老者躬身回到 我和旁边这位道友 才重新出世不久 没想到圣界因为鸣虫之事 竟然一下变得这般混乱起来 我且问你 圆眼六级他们 以及其他一干圣祖道友 现在何处 为何没有出面 清剿这些鸣虫 我听说 他们在鸣虫出现的时候 就大多诡异地不见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韩丽双目微眯而起 缓缓地问道 啊 原来二位圣祖大人 是隐居多年的前辈 怪不得对二位大人 会出现在此地 晚辈对二位前辈 也颇感陌生 至于十祖大人 和其他圣祖前辈们的下落 哭受老者 闻言心中一惊 但面上却献出几分迟疑来 是不是援演六级他们 正在对付那头鸣虫之母 并交代此消息 不得轻易外泄的 韩丽见此微微一笑 并盯着老者慢悠悠地言道 本章完 第2312章 真仙将士 邪怜圣祖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原来前辈已经知道 鸣虫之母的事情了 若是如此的话 晚辈自然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哭受老者先是一正 但马上神色一松地回到 有关鸣虫之母之事 多年前我等就知道一些消息了 这次出世 其实也正为了此次大吉而来 但对圣界如今情形还不太清楚 所以才会向你这位一成之主 打听一二的 现在将你知道的事情 全都说出来吧 韩丽淡然地问道 是 前辈 晚辈知道的消息 也不算太多 并且也是 近十来年才真正知道的 晚辈所知的是 现在圣界出现的这些鸣虫 其实就是普通魔虫 感染了鸣虫之母 从封印中泄露出的一些气息后 才变异成这般凶恶模样的 这些普通魔虫 一旦变成鸣虫后 不但实力大增 繁殖能力 更是一下激增数十倍以上 否则这些鸣虫 也不会越灭越多 最终成了圣界的心腹大患 老者说到这里 口中话语略微顿一下后 在韩丽注视下 又马上惶恐地继续说道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三位始祖大人 和其他圣祖前辈 的确都该在始印之地 应对那头鸣虫之母 开始时 似乎情形不错 在其他一些异界强者的帮助下 鸣虫之母的封印 一直在持续加固中 将其重新封印住 是大有可欺的样子 但是 从二十多年前起 始印之地 却忽然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再无任何消息从中传出了 现在里面究竟是何种情形 却是谁也不知的事情 失去了联系 以援演他们的始祖实力 外界还有这么多同杰帮手 这怎么可能 没有人再去查看一下 真实情形吗 韩丽眉头一皱后 缓缓问道 等有人发现 始印之地失去联系时 已经迟了 在始印之地四周 不知何时出现了 属之不尽的鸣虫群 不但将离附近 几座城镇彻底占据了 其中还出现了 非常强大的高阶鸣虫 据说实力不在一般合体之下 外人根本无法闯过重海 重新进入始印之地中 老者懦懦地回到 合体等阶的鸣虫 以鸣虫之母的可怕 出现此等级的高级鸣虫 这倒并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但外界不是还有一些 未进入始印之地的 圣祖道友吗 他们难道做事此事不管 韩丽略议沉吟后 又问了一句 回禀前辈 其他圣祖前辈 适合态度晚辈是不清楚了 但的确未曾听闻 有其他圣祖前辈 去查看始印之地的消息传出 至于适合缘由 却不是晚辈 这样的小城主 可以知道的了 哭受老者 愁眉苦脸地回到 有些意思了 看来其他圣祖道友 是知道些什么 否则不会到现在 还没有采取行动的 现在上流的圣祖中 哪一位离黑湖城更近一些 韩丽冷笑了一声 但马上问了一句 离本城最近的圣祖 那就是万花山脉的 邪怜圣祖了 这位前辈 在三年前才刚刚出手过一次 将其山脉附近的鸣虫群 全都扫荡一空过 这一次 枯受老者倒没有迟疑什么 直接公声地回到 邪怜圣祖 万花山脉在什么地方 你可有那边地图 韩丽点点头 看似随意地问道 有 晚辈当年曾经亲自去万花山 求见过邪怜前辈 相关地图留有辈分的 枯受老者陪笑地回到 并立刻拾去地 从身上取出一块不大石片 双手捧了过来 韩丽单手一招 就将石片射到了手中 用神念匆匆一扫后 才露出一丝笑意的回到 道友的回答 我很满意 其他就没什么事情了 你去忙自己的事情去吧 是 那晚辈先倒退了 老者心中一松 公身毅力地徐徐倒退术步后 才转身 向下方飞落而去 一群早就等候在附近的高阶魔族 立刻远远地迎了上来 簇拥着老者 向城中引没而去了 我们走吧 去那万花山脉 见见那位邪恋圣祖去 韩丽往下方黑湖城扫了一眼后 平静地说道 银月和谢道人 自然没有反对的意思 下面 韩丽抬手放出一只黑乎乎的四方魔族飞车 三人飞到上面后 当即化为一道黑红的破空而走 一个月后 韩丽等人身影 出现在一片葱葱绿绿 几乎和人界山脉 并无二致的山脉上空 这就是万花山脉 景色倒是秀美一长 那位邪怜圣祖 还真是找了一处好地方 不过这位圣祖 居住在山脉何处 银月站在韩丽身后 四下一阵扫尸后 笑盈盈地说道 地图上标明了那位邪怜圣祖的居住处 是一座叫朝天风的地方 就在这片山脉的中心处 韩丽一笑地回道 哦 若是这样的话 这位邪怜圣祖 倒是不难寻到的 不过我们来得匆忙 还没有来及打听 这位邪怜圣祖是怎样之人 有何等大神通 不会是异常的凶恶吧 银月眼珠转了一转后 奄然一笑地说道 嘿嘿 就算在凶恶之人 也要从其口中弄清楚 使应之地到底出了何事 如此一来 我等才知道 下一步如何走 才是最稳妥的 当然 要是能直接弄清楚 莫简离和傲笑两位前辈的下落 自然更好了 韩丽栩栩地说道 胸有成竹的模样 银月一听自己祖父的名字 脸上一丝担心之色闪过 但还是漠然地点点头 走吧 这万花山脉不算太大 到那朝天风 不会花费太长时间的 韩丽不再多说什么 袖子一抖 就化为一道青红的破空而走 银月和谢道人 也顿光一起地紧随而后 数个时辰后 山脉中原本连绵不断地群风一风后 一座高白色飓风 一下高耸入云地出现在韩丽三人眼前 此风足有数万丈之高 并且从山腰间开始 上半截全都被白茫茫冰雪覆盖 下半截则被一层层黑色雾气笼罩其中 里面狂风滚滚 并隐约有鬼酷狼嚎之声发出 这就是朝天风 还真有些邪门的样子 韩丽三人在离飓风十余离远地方 停下了顿光 银月明显被此风诡异摸样下了一跳 不过是区区的障眼之法 对普通魔族有用 但对我和谢兄来说 又怎能真气瞒过去 韩丽目中 蓝芒微闪地打量了山风几眼后 却露出一丝笑容地说道 障眼之法 银月美目睁得的老大 上下在仔细打量了远处山风好几遍后 人未看出什么问题 来的模样 韩丽见此轻笑一声 忽然单手一掐绝 眉宇见一团黑气一凝 第三棵树木 顿时显现而出 下一刻 韩丽一声低贺 一道拇指粗细的金色光柱一喷而出 一闪即逝下 就没入远处虚空中 不见了踪影 轰的一声巨响 一股强烈波动 顿时从远处滚滚而来 树里外的虚空 一下水面般的荡漾而开 画面一个模糊后 所有景色骤然间一变 原本巨大山风 静一下凭空不见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片百里大的盆地 中心处 则有一座数千丈高的秀丽山风 此风和先前飓风不同 表面遍布各种奇花异草 并被一层五色光运笼罩其中 显得十分艳丽 韩丽目光却被山风顶部的一座宫殿 一下吸引住了 这座宫殿占地不过树木 通体翠绿异常 近似全是用新鲜树木搭建而成一般 这才是正的朝天风 银月愣了好一会儿 才有些难以置信的南南道 韩丽听了这话微微一笑 正想开口回复些什么时 远处那座秀丽山风中 忽然一个冷冷的女子声音传了出来 哪位道友大驾光临 我朝天风 邪连未能亲自出去 远迎 还望多多见谅 话音刚落 翠绿宫殿中 一道翠红冲天起 一个盘旋后 默然向韩丽这边急事而来 只是几个闪动 韩丽等人前方十几站外处 顿光一脸 一名神色冰冷的绿色宫庄女子 一下现身而出 韩丽目光往此女面上一扫后 却面色一变 一下失声而出 宝花 不对 你不是宝花 这绿色宫庄女子 面容赫然和宝花极为相似 但在仔细一望 却发现 此女神情太过阴冷 和宝花又截然不同的样子 三位道友 不是圣界之人吧 否则怎会将妾身和宝花 差点弄魂了 绿色宫庄女子 听闻韩丽之言 目中冷光一现 但在仔细一打量 韩丽和谢道人挤眼后 神色微微一缓地延道 银月一听女子此言 脸色顿时为之一变 韩丽面上金蓉 却瞬间恢复如初了 上下打量了宫庄女子两眼后 却淡淡地问了一句 我三人既然直接来见道友 原本就没有想隐瞒自己真正来历的意思 倒是邪怜道友 让在下吃惊不小 不知和宝花 道友又是如何称呼的 宝花是在下的同胞姐姐 不知此事的大成存在 恐怕也只有你们这些一届强者了 绿色宫庄女子 重新恢复阴沉表情地说道 原来如此 怪不得道友和宝花面容如此酷色了 不过我等的来意 邪怜道友 应该也清楚几分吧 韩丽不出预料地点点头 但又似笑非笑地问了一句 你们也是未使应之地的事情来的吧 绿色宫庄女子 沉淫了好一会儿 才有些异样地缓缓说道 本章完 第2313章 真仙将士 白光剑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哦 邪怜道友对我等的到来 似乎不觉吃惊 韩丽双目一眯 话有所指地说道 三位道友 是来自灵界 还是黑炎剑 邪怜圣祖上下在打量了 韩丽三人几眼后 忽然面无表情地问道 灵界 黑炎界 邪怜道友怎这般肯定 我三人就是来自这两界的 韩丽目光一闪地问道 因为上次派出强者 相助我们圣界的几界 也只有黑炎界和灵界 还未再有人找上 我们几个了 邪怜圣祖冷冷回道 你们几个 韩丽神色一动起来 不错 自然是我们这些 还未进入始应之地的圣祖了 妾身虽然暂时隐居在这万花山 但是和其他几位道友 联系从未中断过 你们这些新来的外界强者 若想弄清楚始应之地的情形 自然第一个要找到我们身上了 邪怜不慌不忙地回道 原来如此 我们三个的确是灵界之人 道友倒是没有猜错的 不过始应之地出了何事 看来邪怜道友 应该很清楚了 韩丽成因片刻后 才慢慢说道 原来是灵界道友 道友面容看起来有些熟悉 是不是以前就来过我们圣剑 绿色宫装女子 没有马上回答韩丽所问 而是盯着韩丽脸旁片刻后 忽然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 竟对韩丽三人 是灵界之人毫不在意 仿佛根本不知不久前两界 才刚刚结束一场大战一般 韩丽听了这话 微微一正 但马上一笑起来 在下当初的确来过贵界一次 看来邪怜道友 已经认出韩某来了 何必再明知顾问了 则则 阁下真是当初被援演六级 一起通缉过的那名韩姓修士 你当初离开圣界的时候 还是合体修士 现在竟然已经进阶大成了 我总算有几分明白 那二人当初 为何这般重视你了 这般说来 旁边的这位道友 应该就是摩元海的谢道友了 妾身大概是魔界仅有几个 未曾去摩元海见过谢兄的圣祖了 但现在看来 似乎也并不算太晚的 邪怜叹了一口气 目光一动后 又落在了谢道人身上的说道 至于迎越这位合体初期修士 却根本未看过一下 显然对他来说 大成以下存在 是不放进眼中的 谢道人神色木然 没有开口回答的意思 韩丽却双眉一条 脸色一沉地问道 既然道友也认出了谢兄 也省得在下介绍了 有关使应之地的事情 道友似乎还没有回答在下所问 使应之地的事情 我的确知道一些 不过此事非同小可 这里可不是谈话之地 三位道友 还是跟我到下面戏谈吧 绿色宫庄女子 目光四下一扫后 面上冷意 漠然冰消融结起来 下面 道友打算 邀请我三人去贵洞府一叙吗 韩丽却朝不远处 被五色霞光笼罩的山峰看了一眼 不置可否地问了一句 怎么 韩道友莫非害怕妾身 动什么手脚不成 宫庄女子轻笑一声地 眉宇间竟忽然献出 一丝妩媚之意来 在下怎会如此去想 以邪怜道友身份 也不会做此萧小之事的 除非道友真自大道以为 可以同时对付两名大成妻存在 韩丽打了个哈欠 丝毫看不出心中所想地说道 那三位道友 请吧 宫庄女子文言 身子微微一侧 面带笑容地说道 韩丽也不客气 袖子一抖 一片金匣往两侧一卷 就带着谢道人和银月一起 化为一道金红 向远处山峰击射而去 邪怜圣祖 却身躯一个模糊 化为一团绿光 也飞顿而去 笼罩山峰的五色光霞 漠然一分 就让韩丽三人 和宫庄女子 先后顿入静止之中 并在封顶的宫殿大门前 一同落了下来 就在这时 店门前人影一晃 竟从中走出另外两名 服饰怪异之极的壮汗来 这两人肌肤有黑 穿着一身银灰色战甲 但手臂面上等裸露肌肤上 却赫然明映着一道道赤红色灵纹 双目更是银灿灿一片 竟然一副没有瞳孔的样子 看起来十分的诡异 其中一人头上增亮一片 寸发未生 面容凶狠异常 另一人则披头散发 两臂套有粗大金环 十分强壮的模样 这两人目光一扫过来时 竟如刀剑般锋利 以含力修为 竟也不经肌肤微微一寒 大成存在 含力心中一灵 笛声说了一句 银月文言脸色一变 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两名黑肤壮汉 竟然也是大成修士 但身上气息 却又和魔族截然不同 给含力一种极其陌生的感觉 邪怜道友 这三个也是其他界面来源之人 怎么其中一人 只是区区的合体小辈 那光头壮汉 目光在含力三人身上一扫后 却两眼一番 发出了金石般的怪异声音 韩道友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来自白光界的 金插兄和石定兄 只比三位早半个月到我这里而已 金兄 这是灵界的韩道友 谢道友 宫庄女子上前一步后 微笑地介绍起来 灵界 就是前些时间 和你们魔界发生冲突的那个界面 我还以为 此界根本不会再派人过来的 光头壮汉 大嘴一脸 露出一口血白牙齿的说道 但话语中 却引有一丝轻蔑之意 明虫之母若真的冲出封印 附近几界都有彻底雨灭危险 我们灵界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倒是白光界 韩某也是第一次听说的 韩丽脸上亚瑟收起 不动声色地说道 哼 连我们白光界都未听说过 看来还真是够孤陋寡闻 阁下不会是侥幸之下 刚刚进阶大成的吧 光头大汉 脸上一丝煞意闪过 声音一下冰寒几分 旁边的批发壮汉 却是和谢道人一般 一直面无表情地一言不发 韩丽打了个哈欠 正想在说些什么的时候 工庄女子却一下 打断他们对话的说道 几位道友到妾身这里来 不是只为斗嘴而来的吧 既然诸位都是冲那明虫之母而来 我等还是到里面再详谈一下吧 心胸不是一直想得到 使印之地的消息吗 现在韩道友他们也来了 妾身正好开诚不公地说一下 一听此话 金叉面色变了几遍 但略一沉吟 就双目荧光一闪地微点下头 邪怜道友总算肯告诉我等 想要的消息了 我和师兄自然会洗耳恭听的 说完此话 光头壮汉当即招呼同伴一声 就转身向店门内走去了 韩道友 请吧 工庄女子见此不以为然 却转身冲韩丽邀请地说道 韩丽微然一笑后 就带着银月和谢道人 跟着邪怜圣祖也走了进去 参见邪怜大人 这座翠绿宫殿虽然不大 但殿门后走廊两侧 却站满了穿着同样宫装服饰的侍女 足有三四十名的样子 一见邪怜圣祖进来 当即恭敬的恭身失礼 准备一些灵果 灵茶 今日又有其他贵客上门了 邪怜白白手 一副雍容华贵模样地吩咐一声 一些侍女立刻答应一声地退了下去 片刻后 韩丽等人就跟着邪怜 进入到了宫殿大厅之中 在那里 两名白光界大臣正坐在一侧的两张椅子上 嘴巴微动地传音交谈什么 韩丽见此 不客气地带着谢道人和银月地 坐在了二人的对面 邪怜则扼挪几步后 坐到了中间的主位上 邪怜道友 我等到齐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光头壮汉 神色一动地直接说道 当然 不过在说之前 妾身还有几句话 向诸位道友先问上一问 诸位这次来到圣界 是想来助我们圣界 重新镇压那头名虫之母的 还是只是想来救助你们的同族亲友的 邪怜面上笑容一脸 有几分肃然地问道 邪怜道友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可不认为 两者有什么矛盾 秃头壮汉脸色微变 声音漠然一沉地回道 韩丽听到此问颇感意外 不禁眉头一皱 这恐怕要让几位有些失望了 现在时间紧迫 我等只能先去做其中一样而已 而无论先做那件事情 都必须集中所有力量 全力以赴 才有几分成功的可能 这也是为何 妾身先前没有贸然 将始印之地消息 告诉金凶二人的原因 邪怜面上 首次献出一丝苦笑之色 哼 只不过多了两个人后 邪怜道友就可以将消息放心说出来了 金插哼了一声 有些不满地说道 其实就算韩道友他们不来 顶多再过月许时间 妾身也会同样告诉金凶的 因为一个月后 就是我们这些圣祖相聚的日子 到时其他界面再次来源的道友 也会一同参加 来商讨如何解决圣界大劫的事情 想来几位道友 也一定不愿错过的 邪怜想了一想后 不再有何隐瞒地说道 邪怜道友 不管我们这次来圣界的目的是何 是不是先将始印之地情况 先告诉我等一二 然后再让我们做出选择 会更好一些的 韩力听到这里 却忽然这般说道 本章完 第2314章 真仙将士 真相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不错 韩道友这话 还算有些道理的 金叉也黑黑一笑地说道 既然几位道友 想先知道始印之地情形 这自然不无不可的 不过 其实那边真实情况 我们这些外界圣祖 也只是知道个大概 太具体情形 如今也并不太清楚的 工庄女子略意沉吟后 竟点头地答应下来 只知道个大概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应该要么知道 始印之地发生了何事 要么就像传闻中那般 根本未曾探查过那边情形 秃头壮汉 脸色一沉 明显有些不满的样子 金兄想必误会了 始印之地 自从出了差池后 我们这些外界圣祖 的确一直未采取太多的行动 但追究其原因 却是在出事前 从始印之地中 传出的一份消息 邪怜圣祖叹了一口气后 有些苦涩的回答 我就说 始印之地 有这般多神通广大的 同阶道友在 怎么可能真丝毫消息 无法传递出来的 金插文言 却面露一丝笑意来 金兄别高兴得太早了 那消息是 远眼道友 利用一个少见秘书 匆匆传出的一条模糊信息 只是很含糊地说到 始印之地突然生变 那明虫之母 似乎提前冲出了 上古封印的大半禁止 并且不知用何种手段 反能操控封印的部分力量 将它们这些前去镇压之人 全困在始印之地中 不过这明虫之母 其实也不算真正摆脱封印的控制 还要受到始印之地的禁止压制 无法轻易离开此区域的 当然这也是因为 这凶虫力量再次消耗得差不多 不多不又陷入沉睡中 现在圣界的这些出现的明虫 则是这明虫之母在沉睡中 无意泄露出一些气息感染 才现实的 宫庄女子 一句句地将所知消息 全讲了出来 这么说 我们这些他界来源的道友 也全和贵界圣祖 一同被困在上古仙人的封印中啊 这上古封印 竟然如此可怕 只是部分力量 就可以困住如此多同阶道友了 金插道西一口凉气 一脸震惊表情地说道 应该如此吧 这条消息 就是使印之地传出来的唯一一条 也是最后一条讯息 后面就再无任何消息传出了 看来是那明虫之母 在沉睡前 动用了某种隔绝手段 让圆眼道友原先秘书 再也无法奏效了 邪怜不加思索地回道 邪怜道友 还有什么话没讲清楚吧 若照刚才所说 你等外界圣祖 应该早就采取行动才是 为何反要等如此之久后 才打算聚会的 而且我也未从中听出 救助我等同族好友 和再次镇压这明虫之母的事情 为何不能同时兼顾的 韩丽摸了摸下巴后 忽然淡淡地问道 韩道友可知道 最先得到使印之地消息的人是谁 邪怜文言 脸色静一沉地反问一句 是谁 不外乎你们这些留在外面的圣祖之一了 韩丽目光一闪 缓缓回道 哼 就是道友一开始将切身误认的那人 邪怜冷哼一声地回道 宝花 竟然是他 韩丽这一下 真正证住了 不错 使印之地消息 一开始就是传给我这位亲姐姐手中的 大概是圆眼这些家伙 觉得外面也只有宝花 这位原始祖 才有办法解救他们吧 宫庄女子阴沉地回道 这么说 说服你们到现在才开始行动 并说 镇压名虫之母 和营救其他道友两件事情 不可同时进行的 也是宝花道友了 韩丽眉头紧皱 好一会儿后才若有所思地问道 看来韩道友对我这位包姐 倒是颇为了解的样子 不错 当年的确是他将我等 剩下这些圣祖先聚集过一次了 并将远眼传来的信息 当场展示给我等看 也确认的确属实 并无虚假的 否则 他现在并不是圣界始祖了 我等又怎会轻易听其吩咐的 按照他所说 那远眼传出消息的最后模糊部分 的确应该暗示 那明虫之母掌握的那部分 困住他们的封印力量 因为还不稳定缘故 应该有一个轮回期 数十年后的今年 才是这股封印力量最衰弱的时期 但与此同时 此刻也是使印之地禁止 对那头明虫之母压制最强的时候 所以 不论是重新镇压那头明虫之母 还是救出圆眼他们 应该都是事半功倍的 至于为何两者不可兼顾 这却是宝花的主意了 因为 他一接到远眼传来的消息后 早就先悄悄通过崇海 潜入使印之地的探查过一番后 才得出的结论 至于是真是假 却还要诸位道友 道实自行地判断了 但起码 我们这些 圣祖认为应该是真的 毕竟我们这些人 都曾经在使印之地轮守过 对那上古封印 也颇为了解的 宝花纵然神通广大 但想在这方面 欺瞒过我等耳目 却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 我们也想不出 宝花有何必要在这上面做什么手脚 毕竟她也是圣界的一员 不可能罔顾圣界安危于不顾的 邪怜终于在神色冰冷下 将所有的一切都讲了出来 警察和旁边的批发壮汉听到这里 不禁面面相去起来 都从对方眼中 看出一丝震惊来 显然邪怜刚才所说的一切 实在有些出乎二者预料 让他们要好好想上一想的 倒是韩丽略一沉吟后 就叹了一口气地说道 是宝花道友所说 看来应该不假了 不过 既然宝花道友 可以冒险去使印之地查看一番 我倒是不信邪怜等道友 也没有去使印之地探查一二的打算 若能亲自探查一番使印之地的情形 哪怕只是在外围无法进入其内 我们这些外界圣祖 自然会不惜冒险一二的 但道友不知道的是 宝花的那次探查 已经引起了鸣虫之母的警觉了 此凶虫虽然在沉睡中 但是包围使印之地的虫海 却比开始时 一下激增了十倍以上 并且 其中甚至多出了一些 十分可怕的鸣虫 连我们这些圣祖遇到 也不得不退避三尺 不敢真的和他们作合纠缠 故而 我等对那使印之地的探查 实在是有心无力的 邪怜脸色一变 静隐约露出 一分具意地 说出一番话来 能让大成存在 也不敢硬汉 莫非就是那些 可比合体气的高阶名虫 金叉听到这里 忍不住地直接问道 不是 是另外一种浑身血红 体长不过持续的诡异名虫 这种名虫 在圣界其他地方从未出现过 只有那十印之地四周的虫海中 才存在的 并且数量非常稀少 应该不超过千余只的 邪怜连忙摇头地说道 难道这种名虫 有可比大成的实力 否则如此点数量 怎会让你等忌惮到如此地步 金叉两眼一下突骨起来 并有些吃惊地问道 不是 这种灵虫光从气息来看 不过练须等阶而已 并且具有的神通 也只有两种而已 但就是这两种神通 就让曾经试图 闯重海的两位道友 同时身负重伤 差点就陨落在重海之中了 让我等再也不敢轻易尝试了 邪怜嘴角抽搐两下后 苦笑地回道 两种神通 就可将你等圣族 逼迫到如此地步 这还真要想道友请教一二了 韩力听到这里 瞳孔不禁微微一缩 很简单 一个瞬移 一个自爆 邪怜毫不犹豫地回道 瞬移 自爆 秃头大汗神色一领 并露出了一丝恍然之二识 韩力听了后 神色也有些异样了 但缓缓说道 这两种神通 恐怕和一般意义 神通大不相同吧 否则也不可能逼退大乘七存在的 不错 这种血色名虫的瞬移 让人根本必无可避 一旦被其发现 下一刻肯定会出现在近在咫尺的地方 无论何种宝物都无法将其摒弃防御之外的 而此虫一旦自爆开来 无论何种功法和宝物都无任何起到防护效用 只能单纯地凭借肉狠来硬抗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更诡异是 一旦被此虫自爆 微能射击后 我等惊魂 竟会不知不觉地 被其污秽感染 连同其他身处各地的所有分身 也会有一同遭到重创 一些神魂不太强大化身 甚至有可能当场陨落掉 邪怜神色凛然地一一解释起来 连分身惊魂也会遭到污秽 光头壮汗一下失声 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韩丽听了后 心也猛然往最底处一沉 现在诸位道友知道此虫的可怕之处了 自从宝花在一开始探查过史印之地一次后 后面在此虫威慑下 连奇也不敢再冒险闯那虫海了 邪怜忽然又一声冷笑地说道 到了此时 任谁也能看得出 这位邪怜圣祖和宝花 似乎大不对头的样子 若是这种新出现 鸣虫这般可怕的话 你们这次聚会的话 难道能找到办法 对付此虫不成 韩丽沉吟了片刻 问道 哼 韩兄真是聪明人 我们之所以不久后的特定日子 才采取行动 一来是为了聚集 像金兄韩兄这样的 其他界面再来的强者 让我等能多增加几分胜算 二来也是为了等宝花 炼制好两件专门对付 这种自暴名虫的特质宝物 据宝花所讲 有了这两件宝物 应该可以对付 这种名虫的自暴了 邪连哼了一声后 回到 本章完 第2315章 真仙将士 聚会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原来宝花道友 已经有对策了 如此一来的话 再进入那十印之地 应该有几分把握的 但不知这次聚会 除了在我们两界人外 还有多少其他界面 元首能到 托头大汉 眼珠转了又转后 却默然地问道 到现在为止 除了黑炎界外 和我们圣界相邻的 其他几个界面 均都再次派出人手来 虽然无法和第一次 所派人数相比 但也足有四十多名之多 其中最强大的天涯界 甚至一口气来了 九名大成之多 连传闻中的童鸭老人 也亲自降临本界了 邪连轻笑一声地回到 童鸭老人 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 四秦之一的童鸭 他怎会亲自到此的 秃头壮汉文言 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来金兄也听说过 此老名头了 这倒也是 童鸭道友的名气 在各界面间 甚至还在我们圣界 三大师祖之上 道友听说过是 毫不稀奇的 不过他之所以会 亲自来到圣界 据说是 先前失现始印之地的 他界强者中 有一位是童老 及其重视的嫡系后人 这才不得不亲自出马的 邪连却露出一丝讥讽地说道 修为到了童鸭老人 这等地步 竟会为区区一名后人来冒险 这还真是有些出人预料的 秃头壮汉 一只手在光油油的头上 抓了一把后 竟感叹一声地说道 据说童鸭老人 只有这么一个嫡系后人 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和珍惜材料 才将其硬生生也推到大成境界的 自然不可能做事其又危险的 这次 邪连却淡淡说道 这倒也是 细想一下 金某若也有一个大成后人 的确也会重视无比的 金柴眨了眨眼睛后 哈哈一笑起来 既然邪连道友将一切都讲明了 那不久后的聚会 我和谢兄肯定会参加的 时间一到 就麻烦邪连道友通知一二吧 韩丽默默思量了一会儿后 也长吐一口气地说道 这个自然 等到出发日期 妾身一定会亲自飞出三位道友一声的 邪连不加思索地 一口答应了下来 那我三人就不再多打扰道友了 韩某 先到此一步了 韩丽点点头 当即丝毫犹豫没有地起身说道 谢道仁和银月见此 也同样跟着起身 一副以韩丽为马首的样子 韩兄何必如此心急 我这朝天风 颇有几种特产灵果 三位道友不如品尝过后 再离开不迟的 宫庄女子却笑淫淫地说道 这就不用了 品尝灵果 以后总有机会的 韩丽黑黑一笑 略意拱手后 袖子一抖 一片金霞一飞而出 将三人军都一卷其中 并刹那间 化为一道惊鸿的破空而走 只是一个闪动 就消失在了厅门外 邪连见此 虽没再出口挽留什么 但戴眉也不禁微微一皱 哈哈 看来这位韩道友 对你这位魔戒圣祖 可并不怎么太想交结的 这也难怪 你们魔戒可是刚刚和灵界大战过一番的 这个梁子 哪是这般好化解的 秃头大汗却大笑起来 圣界和灵界面关系如何 还不是金道友可以过问的吧 现在韩道友已经决定 到石会参加聚会 但不知金兄又是如何打算的 邪连脸色微微一沉地问道 这还用问 自然到石一同参加的 不过 我二人可没有兴趣 在外面风餐露宿 恐怕要在道友这里 再借助一段时间了 兔头壮汉打了得哈哈后 毫不迟疑地说道 好 既然金兄二人也愿意同去 自然最好不过了 至于借助一事 更是没有问题的 二位道友愿意再陋居赞助 这却是切身的荣幸了 邪连文言 终于露出一丝笑意的回道 秃头壮汉二人听了 自然面上献出满意之色 这时从厅门外 走进进庶民工庄女子 手中捧着一盘盘的灵果 和树盏香气扑鼻的灵茶 这时 韩力一行人 却在高空中飞顿而行 不久后 三人就在万花山脉 一处僻静山谷中 落下顿光 韩力抬手放出几头巨猿傀儡后 就山谷一侧峭壁上 开出一座临时洞府来 三人一进入此临时洞府 就各自进入一间密室 开始静静地打坐休息起来 在为参加那些圣祖 和异界强者的聚会前 三人对下一步行动 自然没有什么好商议的 当然 银月心中 自然还是免不了 对敖笑老祖的一番牵挂了 但他在其知道 所有人只是被困在使印之地 暂时并无性命之忧后 也让心中为之暗自一松 一个月时间 对韩力这样的修道之人来说 是转瞬即过 这一日 韩力正在密室中 静静地闭目养神时 神色一动 默然手臂一动 竟向身前虚空一把抓出 扑的一声 一块晶莹剔透的白色玉片 竟被他一把从虚空中抓出 他二话不说的 将玉片往手掌尖一放 两手轻轻一搓 顿时玉片一下碎裂而开 并从中爆发出一团绿燕来 韩兄 时间已到 请到朝天风来 今日切身就要出发了 绿光中一下传出了邪怜的平静声音 犹如真人就在眼前一般 韩力闻后一笑 两手再一搓 就将绿燕一压而灭 自己一下站起身来 小半日后 韩力带着谢道人和银月 一同出现在朝天风 非翠绿宫殿的 一间不大的密殿中 在那里 邪怜和两名弟子模样的娇媚女子 以及金叉二人君都在那里 而在密殿中心处 一个仗许大的淡银色法阵 正在闪动着微微的灵光 我这法阵可传动到 离聚集之处最近的一座城镇 然后只要再走半月路程 就到达约定之处了 金兄 韩道有情吧 邪怜冲其他人淡淡地说道 好 既然这样 金某二人就先过去了 金叉黑黑一笑后 金似乎丝毫顾忌没有的 和旁边批发壮汉 走进身前法阵之中 淡淡灵光一闪后 两名白光界大臣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传颂阵中 韩丽神色如常 冲谢道人和银月招呼一声后 也不客气地进入银色法阵中 同样一闪地被传颂而走 邪怜见到这一切 冷笑一声 带着身后两名女弟子 同样迈入银色法阵中 半个月后 一片一望无际的黄色沙漠中心处 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在无数沙力翻滚中 竟从地下浮现出一座土黄色古城来 这座土城不过树立大小 但四周城墙却足有十几丈高 并且在一阵低沉的古声中 一对对甲氏竟涌上了城墙之上 这些甲氏一个个面无表情 身披各色甲衣 手持各种冰刃 竟是一种特质的傀儡 数量足有上万之多的样子 而在这座土城的中心处 一座金光灿灿的宫殿 赫然耸立在那里 宫殿精美滑轮之极 不但通体 仿佛赤巾打造一般 表面遍布各种玄奥魔纹 顶部更是镶嵌有无数颗 拳头大小的宝石 五颜六色 散发着艳丽之极的霞光 而没有多久后 忽然间天空中一声丝鸣传来 随之天边白光滚滚而现 竟从中飞出一辆洁白如玉的寿车来 寿车足有十余丈长 形态优雅至极 浑身晶莹剔透 前面则有四条白胶喷云吐雾的 风驰电掣着 而在寿车上 却是一男一女 两人并肩站立着 男的四十余岁模样 面孔淡青 身穿白色长袍 但隐有金光流转不定 女的 却是二十来岁少妇 秀发高耸 一身淡蓝皮甲 脸庞清秀之极 寿车只是几个闪动 就在四头百胶 拖拽下到了土城上空 男子单手掐了一下法掘 顿时白光一闪 寿车和白胶 静一下消失不见了 而这一对男女 顿光一闪下 各自化为一道白气的 没入下方金殿之内 宫殿静悄悄的 丝毫一样声音 都未从中传出 一会儿后 土城两侧天边 又灵光一闪 各有一道乌红 和一道银红 同时破空出现 几个闪动后 就一下横跨百里之遥的 到了土城附近 并一闪的 直接从殿门内顿入 再过半个时辰后 另一方向天空中 阵阵泛音传出 接着一片七色霞光闪动后 一对上千人之多的队伍 漠然在远处虚空中浮现 此队伍男女各占一半 或浑身金甲金盔 手持抚跃剑脊 或身披五色侠衣 吹消捧情 竟仿佛天兵仙子一般 在这些人中间 却簇拥着一团 母许大的七色光运 霞光滴溜溜地 转动不定 光运中 隐约有一把巨椅 上面坐着一名 身披长袍的高大身影 这支队伍不慌不忙地 飞到土城上空 七色光运往宫殿前 一落而去后 光芒一脸 顿时现出一个头顶地面 身披七色长袍的 威严老者来 这老者倾壳一声后 向眼前宫殿望了一眼 就面无表情地 向殿门走去 与此同时 土城上空的甲氏 和侠衣仙子 却一闪之后 化为点点灵光的 凭空消散了 竟然仿佛只是 泡影幻化而成的一般 就这样 在后面的数个时辰内 从沙漠之外 或飞来阵阵黑气 或有一团烈焰 直接破空而来 一些奇形怪状模样之人 先后出现在了土城处 并均二话不说地 进入那金色宫殿之中 本章完 第2316章 真仙将士 童鸭老人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望宇 当一朵母许大漠绿色莲花 出现在天边之时 寒历 邪怜 以及金沙等人身影 赫然出现在旗上 这里就是聚会之处 黄沙老怪 还真是找了一个好地方 寒历打量着不远处的黄色土城 忽然一笑地说了一句 竟让人一时无法分辨 此话是赞许还是讥讽 邪怜闻言 却轻笑一声地回道 黄道友一身土钱魔宫 堪称我们 圣界土属性魔宫的第一人 只要身处沙漠之中 甚至连宝花那样的始祖 都可硬抗一二的 况且 黄老怪一向独来独往 以前从不和他人轻易交往 在其这里聚会 自然可以让其他道友都放心一些的 原来由此缘由 怪不得会将聚会之地 放在其洞府所在了 这座土城也就算了 不过是一件普通灵宝而已 倒是这上万傀儡颇为不凡 竟然每一只都有 炼虚等级的实力 这真让金某大出意外的 兔头大汉 目光在那些傀儡假释上扫过后 面上难得露出一丝凝重来 黄道友的这些土钱神位 是其自行研究出来的一种独门傀儡 无论炼制还是操纵 都必须以土钱魔宫为基础才可 不过这种土钱神位 只有在地面上才能发挥真正实力 一旦离开沙土 就会立刻大降近半之多 不过这种傀儡 只要有身处土元气充沛的环境 就很难真正损坏掉 倒也是一种极不错的护卫了 即使我们这些大成老祖 想要一下 消灭日如此多此傀儡 也是一种颇为麻烦的事情 邪怜咯咯一笑地 加以解释起来 这也是 这种近似拥有不灭肢体的家伙 一向都极其讨厌的对手 这一次 金叉连连点头的 大家赞同 就在他们说话间的片刻间功夫 墨率巨连就带着一干人 等到了土城上空 并徐徐一落而下 当双族翼接触地面的瞬间 韩丽目光往金灿灿的店门扫了一眼 脸上一丝诧异 一闪而过 以其神念强大 竟然无法直接洞穿眼前金色宫殿 可见此物真的不凡 想来应是那黄沙老怪 最心爱的宝物之一 邪怜仿佛主人般的招呼 韩丽和金叉两帮人一声 就带着两名女弟子 先一步地往店门内走了进去 走吧 韩丽见此 淡淡一笑 带着谢道人和银月 也走了过去 先前一向表现肆无忌惮的金叉 仔细打量了金色宫殿击眼后 脸上略有一丝迟疑 但就在这时 旁边的披发壮汉 却面无表情地 直接脉搏而走 金叉先是一阵 但马上苦笑一声地 也跟了过去 在脚步一迈入店门后的瞬间 韩丽忽然感觉 脚下静置波动一起 一片清光 从下一飞而出 将其和谢道人银月三人 一卷而入 银色神色一惊 体表灵光闪动 就想施展某种神通加以应对 但就在这时 耳边却响起了 韩丽温和的声音 不用怕 此静置没有恶意 银月一听韩丽话语 心中顿时为之一安 体表灵光也为之一散 青色霞光滚滚一圣后 四周景色再以模糊 三人就在店门同时消失不见 下一刻 某间金碧辉煌的神秘大厅中 一座淡青色光阵一闪而现 韩丽三人就再次服下出了 数十道刀剑般目光 一下落在了韩丽三人身上 并且立刻传来几声轻易的骚动 咦 使人族修饰 那个不是摩原海的那具黄金蟹吗 韩丽听到这些言语 却不动声色地往四周一扫 只见他们三人赫然身处这座大厅的中心处 四面则是两三一堆四五成群的百余名高矮不一人影 这些人分成三十多团 分处大厅四周 其中小半人坐在椅子上 其他人则宫颈站在一旁 邪连赫然已经走到大厅一角 并也找了一把椅子上坐下 两名女弟子则束手而立地站在身后 韩道友 先兄 坐吧 邪连芳一坐下后 就冲韩丽嫣然一笑道 韩丽点点头 目光往刚才那几处骚动处 再扫了一眼后 就带着谢道人和银月 也朝大厅另一角走了过去 并分别坐下 在韩丽刚坐下的瞬间 有七八道神念 毫不客气地往其身上一扫而过 韩丽脸色一沉 鼻中漠然传出一声冷哼 哼声不大 但是这几道神念的主人 顿时感到两耳一声 神魂都不觉为之一阵被直接撼动几分的样子 这些神念主人心中一灵 顿时将神念纷纷一收而回 不敢再探测韩丽什么 其他大成见此 看向韩丽的目光 有一丝诧异 心中不觉 对韩丽高看了几分 这时 金插和批发壮汉身影也在大厅中一闪而现 同样向四周打量一圈后 就在韩丽身上略微一顿并哈哈一笑地走了过来 在附近另外空出的两张椅子上坐下 就这样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大成存在被直接传送进大厅中 这些大成或者独身一人 或者和其他大成一起出现 或者被门人弟子簇拥而至 不过数个时辰功夫 原本空出的近半椅子就大都有了主人 在此期间 在场那些老怪物 有双目微逼的端坐远处不动 有似笑非笑地 一直打量着大厅中其他大成 但均都无人主动开口说话 韩丽也不客气地 打量着此处的其他大成存在 金插两名白光界大成不说 在场坐着之人 大都是来自其他一届强者 或身上光霞闪烁 或身形模糊不定 或气息极其怪异 这些老祖显然即使在大成存在中 也是较为厉害的存在 而除了邪怜之外 还有其他五六名大成身上魔气冲天 显然也是圣界圣祖 相比此地其他一届强者来说 数量的确大大不如 而这些圣祖中 并未看到宝花身影 显然这位魔界前十祖 还未赶来 不过 一名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黄发老者 引起了含力的几分注意 此老者面容普通 满头黄发 披着一件灰色长袍 身上则有一圈土色雾环 上下徐徐飞舞 一副已经将土属性天地元气 控制如新的程度 显然嘛 这位就是此地主人 魔界圣祖之一的 那位黄沙老怪 财魔果然已经将土属性魔宫 修炼到了极致 韩力见此情景 双目微微一眯 不知心中在想些什么 再过一会儿后 忽然间大厅中间光阵一闪 一下同时出现九道人影 这些人影 一个个气息庞大 竟全是大成七七老怪 如此多大成 同时传送进来 自然又引起 在场众老祖的一阵骚动 不少大成老祖 均都神色一宁地 往着九人仔细望去 韩力同样用目光扫去 只见这九人 有男有女 有老有青 但全神色冰冷 身上穿着各色战甲 但甲衣形状奇特之极 竟一片片的 仿佛是用无数铃羽穿洁而成一般 而这些大成中 其中八人都站在光阵外延 唯有一名揪面老者 阴沉地站在最中间 老者身上气息看似 和其他人差不多 但目光只是往四周冷冷一扫后 无论谁一队上都不由自主地浑身一颤 大有神魂瞬间被冻结的诡异感觉 所有大成老祖 脸色为之一变 望向揪面老者目光 竟不觉 为之有一丝巨异 更有人低声地说了一声 铜鸭老人 就再不敢多说什么了 揪面老人 在其他八名大成簇拥下 毫不客气地将大厅某处角落 全都一下进站了 附近其他几名大成见此 神色再次一变 却下意识地 不去朝究面老者多看什么 天涯界九名大成到了后 大厅中又来了寥寥几人后 原先约好的圣界魔族和异界强者 显然均都到得差不多了 但唯独还不见宝花踪影 不过在场的大成老祖 一个个都是不知修炼多少万年的老怪物 自然不会因为这点等待而不耐什么 仍然一个个仿若无事地继续等待着 也不知再过了多久后 当大厅中光阵再次一现后 一个不带丝毫烟火之气的优雅身影 一闪而现 正是宝花此女医 在她背后 一个黑甲丑男 恭敬站在那里 却是黑恶 此寥身上气息不弱 显然修为相比此前 也大为长进不少 宝花脸庞金光流转 目光四下一扫 美眸神光十足 原先所损元气显然全弥补如初了 宝花道友 你周遇到了 原本一直在养神的黄沙老怪 在宝花方一出现大厅的瞬间 立刻双目一睁 并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次借助此地聚会 有劳黄道友费心了 宝花平静回到 但当目光一扫到寒厉的瞬间 面上不禁有一丝亚色闪过 显然这位魔戒猿十足也没有能想到 才如此短时间不见 韩丽就成为了一名大臣修士 费心是根本谈不上的 倒是老夫这里 能一次招待如此多道友 这可是大有面子之事 现在 既然阁下已经来了 就由道友来主持下面的聚会吧 黄沙老怪再次一笑地言道 宝花来迟了一些 还望诸位道友见谅一二 不过 诸位都如释如约 这让我对此次行动 更多了几分信心 宝花站在大厅中心 往四周仲在略一扫后 就淡然一笑地说道 本章完 第2317章 真仙将士 洛兴帆与小幻天静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宝花 一些客气话就不用说了 还是先告诉我等一声 那两件可以抵挡自爆鸣虫的宝物 是否已经炼制出来了 为了这两件宝物 一些道友 可是都捐赠不少珍惜材料给你的 一个清朗的声音 从一名浑身被金色光韵笼罩的男子 口中传出 听此人口气 竟似乎和宝花颇为熟悉的样子 原来是韩月界的李淼道友 道友放心 既然当初 切身敢从其他道友手 接受这些材料 自然对炼制那两件一宝 有八九成的把握 诸位请看 宝花轻笑一声后 一只鲜鲜玉手一台下 顿时一黑一白两团光球 从手心徐徐飞出 在光球中心处 赫然有一杆 袖有无数银色星辰的番旗 以及一面明映某种 带翅白虎图像的白萌萌光镜 这两件宝物就能对付那种自保名虫 看起来并无太特殊地方 又一名被团团绿器笼罩的一届强者 用一种嘶哑的声音问道 明显一副将信将疑的模样 嘿嘿 律师倒有这下 可有些看走眼了 这两件宝物看似普通 但和传闻中的新月旗 幻天境 两件玄天之宝 可能是有些联系 莫非是这两件玄天之宝的仿制圣宝 一名帝王打扮的中年人 深深看了光球中两件宝物后 却有几分凝重的也开口了 新月旗 幻天境 四周其他大城一听这两个名字 一阵骚动而起 不少人都吃惊地 重新打量起邪脸手上的两件宝物 宝花文言 却不动声色的微点下头 欲见凶说得不错 这两件宝物 的确是新月旗和幻天境的仿制之物 切身称呼它们为 洛星帆和小幻天境 早就听闻那玄天之宝中的新月旗 是不多几种能借助星辰之力的宝物 而那幻天境 更是具有遮天蔽日的无上神通 而宝花道友的洛星帆和小幻天境子 不知能发挥出二宝的几成神通 又一个木然的声音 在大厅中默然响起 但诡异的是 竟无人能够发现 此话语是何人身上发出的 是来自黑夜界来的道友吧 已经到了此地 竟然还如此的小心 还真不愧为修炼黑暗一脉神通的道友 至于说 这两件宝物 能发挥所仿制本体的几成神通 道友可真是说笑了 那新月旗和幻天境 即使在玄天之宝中 也是名列前茅的逆天之宝 这洛星帆和小幻天境 能发挥二者百分之五六的威能 就算是不错了 不过据我推算 这也足以应对那些自暴鸣虫 宝花微微一笑后 这般的说道 既然宝花道 有对这两件宝物这般自信 想来不会错了 现在自暴鸣虫的事情 已经解决了 我们是不是也该商量出一个章程 看看进入始印之地后 如何来镇压 那头鸣虫之母了 那名黑夜界的大成声音 沉默了片刻后 就再次毫无感情地 在大厅中回荡而起 既然其他道友觉得 这两件宝物上 没有问题了 那下面自然要商讨 对付那头鸣虫之母的事情了 否则我等纵然人数不少 但进入始印之地 各行其事的话 恐怕还会反遭 那头鸣虫之母的毒手 宝花点点头 眸光流转地说道 那头鸣虫之母 真的这般可怕 上一次进入始印之地的道友 人数可远比我等这里人多得多 其中甚至不乏向道友 这般的始祖存在 可还是被此凶虫困住了 宝花道友 听闻你是最后收到 始印之地消息之人 可否将消息内容 再重新给我等 新道道友再讲述一二 一开始说话的那名 叫李淼的韩月界大成 却眉头一皱地缓缓说道 有关先前收到始印之地消息 恐怕不少道友 有想亲眼一见的想法吧 既然这样 切身就将此消息再次公开 让诸位道友自行看上一看 也可真正安心一二 宝花此女 似乎对李淼此言 不感到意外 淡然说完后 当即袖子一抖 顿时一颗漆黑如墨金球 一飞而出 并在虚空中飞快旋转起来 扑得一声后 无数五色光纹从上面飞卷而出 并滴溜溜一转后 化为一篇残缺不全的张纹 所有大成 无论是魔界圣祖 还是异界老祖 均都心中一领地 往这些残缺文字一扫而去 韩离同样凝神望去 果然这些文字所写内容 和邪怜先前所说并无二致 的确是远眼传出的消息 只是匆匆告知了始印之地中 亦该人遭遇的困境 并提出了一些求援之言 不过残缺的那些文字 导致一些细节处模糊不清 但仔细推断下 却的确是一些警告之言 所有大成老祖看完之后 神色各异起来 看来先前宝花道友所说消息 并无虚假之处 那下面众位开始商量应对之策吧 半赏之后 一名打扮雍容的貌美妇人 淡淡说道 应对之策 这里有一百名道友 恐怕就会有一百条应对之策的 叫我说 聚会既然是宝花道友提出的 并且其神通也是我等人中数一数二的 不如就先听听其意见再说吧 有人不以为然地说道 谁说宝花道友神通 肯定是此地第一人 如此说的话 将我们天涯界置之何地了 天涯界的一名中年大成 忽然撇撇嘴地开口了 与此同时 原本微闭双目的揪面老者 骤然双惊一针 竟已有一丝电芒 从瞳孔中一闪而过 其他大成老祖一听此话 脸色均都微微一变 宝花望了望揪面老者 眸光一阵流转后 悠然地说道 童鸭道友的名头 宝花也是文明已久了 不知道有对我等此行 可有什么好的建议 老夫此行只为救人而来 什么自曝名虫 名虫之母 只要不妨碍老夫 我是不会理会 揪面老者 静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般言语 引起大厅中一阵骚动 不少大成老祖 望向天涯界九名大成的目光 一下变得异样起来 童鸭兄 此言有些不太合适吧 宝花除了带眉皱了一皱 竟然并没有流露出 多大惊叉表情 哼 有合不合适的 老夫只有这么一个嫡系血脉后人 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才培养成了大成存在 结果因为助你们魔戒 反遭镇压围困 老夫 不管那名虫之母 是否真有吞结灭族的可怕能力 但只要 还没真招惹到我们天涯界头上 老夫为何要主动去招惹 自然先是救回我那后人要紧 童鸭老人冷哼一声后 用一种霸道之极的口气说道 这一下 大厅中其他大成老祖 真的脸色难看起来 倒有这话 未免说得私心太重了点吧 那名叫绿石的一节大成 眉头一皱地说了一句 霸道 老夫一向都是这般霸道的 别人又不是不知道的 怎么 阁下还想对老夫说叫一二不成 就面老者脸色一沉 盯着绿石 阴森说道 绿石脸色一沉 但是目光方一接触同压目光后 却不由自主的一个机灵 竟有一种心肺 直接被洞彻的奇寒之感 这位一届大成 心念飞快一转下 也只能脸色铁青的 不再说任何话语了 其他大成老祖见此情形 大都心中越发大灵 更不敢轻易插口什么 但是面色自然好看不到哪里去 但也有少数大成 来摩见目的 是和同压老人差不多的 目睹此景 心中暗息 有这位在各界中 名气不小的四情之一出手 他们若想就回同族亲友 自然阻力大减了 韩丽却趁此机会 目光在究面老者身上 颇有兴趣的仔细打量不停 从一开始 他就发觉 这位同压老人 别的神通不说 但是神念之强 却绝对远超一般大成 甚至有可能还在 宝花这等始祖之上的 但是和其相比的话 却还明显稍逊一筹的 毕竟 他经过如此多奇遇 外加修炼多种神念秘书 神识强大程度 几乎达到一般大成的数倍以上 但也由此可见 这位同压老人 相对一般大成 存在的可怕了 四秦之明 倒也真的名不虚传的 同压道友 你就人心切 在场道友都 可以理解一二的 但又何必意气用事 我可从未说过 此行为肯定不能行那 两全其美之事的 宝花终于镇定地开口了 在场大成 还能和究面老者平等对话的 也只有他这位魔族前十足了 宝花 这话什么意思 莫非想用话语 先哄骗老夫一把 同压老人一正 但马上盯着宝花 阴沉说道 哄骗四情之一 妾身怎会有如此大胆子 同压道友 未免太高看妾身了 宝花不以为意地轻笑一声 哼 这可不一定的 谁不知 吊源魔界三大十足中 就属你宝花最足之多谋 一向有至魔之称的 揪面老者冷笑起来 宝花闻言 戴眉不禁微微一皱 但想了一想后 忽然奄然一笑起来 嘴唇突然微动了起来 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 竟直接向揪面老者传音起来 同压老人一开始面带冷立 但片刻后 就瞳孔骤然一缩 竟脸色一变地说了一句 宝花 你刚才所说 可是真的 要是有虚假的话 是否真假 倒有一看此物自可变清了 宝花眸光一闪 胆手一扬 竟有一道金光积事而出 一闪即逝后 就落到了揪面老者手中 本章完 第2318章 真仙将士 上古封印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揪面老者凝重地 将手掌五指一分 顿时手中呈现一枚赤红的金银长铃 剔透清澈 仿佛是水晶 金雕细琢而成一般 童鸭老人神色为之阴晴变化不定 凝望了手中淋雨片刻后 忽然手腕一抖 竟将此物一抛而回 并冲宝花深吸一口气地说道 宝花 想不到你 竟然有这般大机缘 能够见到那位大人一面 既然这样 看在这位大人面上 我可以信你一次 将所谓的两全其美之策说出来吧 老夫姑且听上一听 多谢道友体谅 那切身就先说上一说了 其他道友没什么意见吧 宝花面带微笑 目光四下一扫地说道 宝花道友不用客气了 我等也想听道友的打算是如何的 不错 以宝花道友的名头 老夫自然也是信得过的 一些大臣老祖 一见铜鸭老人做出让步 心中纷纷一松地说道 然后静等宝花下面的言语 既然诸位如此谬赞 那宝花就不客气了 其实在半年之前 我又潜入过那史印之地一次 宝花脸上笑容一收 并说出了一句 让其他大臣老祖吃了一惊的话语 什么 宝花道友又潜入史印之地了 这怎么可能 他是如何做到的 一些异界大臣 顿时大惊的议论纷纷 那些本土的魔界圣族 也是一脸的震惊之色 竟没有一人提前知道此事的样子 诸位道友不用吃惊 我能做到此事 一方面是因为妾身修炼 有几种颇为玄妙的隐秘神通 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 这面新炼制出来的小幻天境缘故 有了此宝的掩护 我才能不惊动那些名虫 勉强潜入到史印之地 并发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这也是 我刚才对童鸭道友所言有 两全其美之法的原因 宝花却对其他人 亚瑟置之不理 略加解释了几句 道友到底在史印之地 发现什么变化 竟让宝花道友 改变了原先想法 有一位大成老祖 忍不住地问道 其他大成 也同样一副郑重神色 史印之地 因为封印之力缘故 妾身和上一次一样 同样无法进入史印之地深处 只是在边缘处 远远查看一番 而据我观察 上古封印 似乎又有了一些变化 宝花美眸转动 缓缓说道 封印起了变化 道友指的到底是何种变化 那位帝王打扮的大成老祖 一脸慎重地问道 遇见道友不用担心 此变化从某方面说是一种好事 因为我发现 那原先溃散大半的上古封印 似乎正在自行修复中 虽然非常缓慢 但上古封印 的确比我上一次所见时 又增强了一些 仿佛本身就有一定的灵性 宝花微笑地回道 自行修复 拥有灵性 大厅中的大成老祖们 互相张望下 不禁面面相去起来 既然是宝花道友亲眼所见 想来应该不假的 但在下还有些不明白了 上次道友不是说过 这封印力量 已经被那明虫之母控制住了 如果封印力量增强 那凶虫应该更加难以对付才是 怎会反成了一件好事 这一次 却是金叉 这位白光界大成 忍不住问道 看来这位道友有些误会了 妾身刚才所说的 增强封印力量 指的可不是被 明虫之母掌控的那一部分 而是仍被上古封印 控制的封印力量 虽然这股力量增强幅度 相比上古封印 整体来说微不足道的 但这也说明 封印本身力量 还是不容小视 我等仍能借助一二的 宝花眸光闪动的言道 老夫还没从中听出 你的两全其美办法在何处 宝花 你有什么打算 就直接说出来吧 不要再遮遮掩掩了 究面老者哼了一声 有些不耐地说道 妾身可没有什么遮掩 只是想将一些事情 先说清楚了 才可以将后面计划 给其他道友加以解释明白的 宝花摇摇头地说道 好 那老夫就继续席而恭听了 揪面老者两眼一番 不置可否的样子 宝花一笑 就自顾自地继续讲述起来 因为上次探查时发现 那冥虫之母七夕之地 和困住原言等 道友的地方 并不在使印之地同一处 无论先触动哪一边禁止 都会立刻惊动 冥虫之母 所以 妾身原先计划 的确是打算集合众人之力 先镇压那头冥虫之母 然后再解救原言道友等人 当然 这样做的后果 可能会一下激怒那头凶虫 让其立刻催动 风应力量 先对付被困的一杆道友 如此一来 原言道友等人 就可能会有性命之忧的 但现在切身发现 那上古风应 具有灵性后 就起了先助那上古风应 先夺回失去的 那部分力量的想法 若是能成功的话 不但原言道友等人 可以先一步脱困 那冥虫之母 在上古风应力量 重新恢复之后 力量必定重新受到压制 说不定不用我等 再出多少力量 就可借助上古风应 将冥虫之母 轻易镇压下去了 宝华终于一口气 将自己计划说了出来 大厅中的大成老祖们 听了后神色各异 有的面露喜色 有的沉音不语 但还有的 则有些犹豫不定的表情 韩力摸了摸下巴 也露出了思量的神色 旁边的银乐 则眨了眨眼睛 并没有露出太多的表情 宝华道友 你的打算看起来不错 但是老夫却有一个疑问 希望能先解惑一二 童鸭老人 在漠然了片刻后 却开口了 道友有何疑惑 尽管问就是了 宝华倾笑地说道 我想知道 就算那上古封印 真有你所说的灵性 但你有何把握 让其配合我等行动 若是没有这上古封印相助 我等想要将被 鸣虫之母操控的 封印力量夺回来 恐怕是妄想之事吧 毕竟那头凶虫 是上古时候 连上界真仙都 无法灭杀的恐怖存在 期间只要稍有差错 我等凡可能坠入其险中的 若是我们也被困 使印之地中 各界可不会再轻易 派人来援助了 童鸭老人不客气地说道 童鸭兄放心 妾身既然有此想法 自然是因为有办法 可以和上古封印沟通的 当年妾身身为始祖之一 曾经在使印之地 只守过数万年之久 若论对这上古封印的了解 远眼和涅槃二人 也远不如我的 这一点 童鸭道友尽请放心的 绝没有问题的 宝花胸有成竹的回道 以宝花道友名声 既然如此说了 老夫自然信得过 况且 老夫这一次 原本就想先救人的 有更好计划 和我目的也不冲突 老夫自然也没有意见了 纠面老者双目 微眯了一会儿后 展颜一笑地说道 宝花微点下头 又向其他大成存在问了一句 诸位可还有问题 若是没有 下面就商量一些 具体的步骤吧 妾身虽然已经有了 大概的计划 但是一些细节 却还需要众位道友 共同加以参谋的 大厅中的大成存在 一阵窃窃私语 也另外几名大成 先后提问了几个 和上古封印有关的问题 宝花全都一一地从容解答 这让其他大成 老祖大为满意 深感宝花的确对此次行动 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并非什么草率之举 下面的时间内 所有老祖没有意见后 一干人等 就开始商量一些具体事情和步骤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争论和协商 所有细节处都考虑过完毕 听众大成老祖都觉得 具体计划没有太大问题后 并约定后 十一日后的具体出发时间 聚会才终于结束 黄金宫殿光芒大放之后 顿时无数道顿光和惊鸿 从中飞射而出 并飞快消失在天边之中 韩力带着谢道人和银月 也在其中 他准备就沙漠附近 随便找一座山峰 暂时逗留一段时间即可 但三人顿光 刚一离开土城百万里之遥后 韩力神色一动 顿光一脸 静一下 停在了高空中 向一侧虚空扫了一眼后 淡淡地说了一句 宝花道友既然已经到了 又何必再遮遮掩掩 现身和韩某一剑吧 银月剑此 一惊地停在韩力一侧 谢道人顿光一闪后 则面无表情地 出现在了韩力身后处 而韩力所望之处 却传来一个悠悠的悦耳声 没想到 如此短时间没见 韩道友真 进阶成了大成存在 并且神通已经厉害如斯 看来 圆眼对你的忌惮倒还是对的 画音刚落 虚空波动一起 一朵粉红巨花虚影一闪 一个优雅身影浮现出 背后则站着一名黑甲大汉 正是宝花和黑恶二人 此女神色平静地望着韩力 目中却露出颇感兴趣的神色 怎么 宝花道友对当初之事 有些后悔了 韩力却面无表情地反问一句 后悔 也许吧 不过当初不这么多的话 妾身又怎可能这般快 就恢复往日修为 并且 这次行动有韩兄加入的话 我对此次计划 更有一份信心的 宝花奄然一笑了 宝花道友说笑了 再下去去一名新晋大成 又能出多少力量 道友突然拦住韩某 不是只为说这些无聊话语吧 韩力凝望宝花 大有深意的言道 本章完 第2319章 真仙将士 出发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妄语 韩道友何必如此冷淡 不管怎么说 你我也算见过庶面 算是有些交情的 不过这一次 将你拦下 却的确是另有事情的 切身想再和道友 做一笔交易 不知韩道友可有兴趣的 宝花嘴角带笑的言道 交易 韩某就先听上一听吧 韩力打了的哈哈 一副不置可否的神色 你我单独到那边 谈上一谈如何 宝花在谢道人 和银月面上望了一眼后 忽然目光 朝一侧虚空一扫地说道 好 这个没有问题 韩力神色不变地一口答应下来 然会转身冲银月二人 低声说了两句 就随着宝花 向不远处一飞而去 片刻后 宝花和韩力就笔直 站在一座小型沙丘之上 两者相隔 不过五六丈远的距离 宝花一根手指 从四周虚空轻扁几下后 顿时几道粉丝一闪地激射而出 又一闪即逝地消失在虚空中 顿时整座沙丘四周波动 一层无形静置 就将整片虚空笼罩旗下 韩力见此 淡淡地说了一句 道友现在可以说了吧 韩道友何必太心急 窃身前些日子得到一种十分罕见的檀香果 就和道友一同品尝一二啊 道友先请坐 宝花嫣然一笑 袖子朝地面一抖 沙丘一阵晃动下 无数沙力滚滚一涌下 静一下 在二人身前凝聚出两张土黄色石凳 和一张树杖长石桌 一片粉光一卷而过后 石桌上立刻献出两枚淡紫色灵果 以及一瓶灵酒和两个金银玉杯子 韩力神念往两枚紫色灵果上一扫 神色有些微微一动 在略意沉吟后 就二话不说地坐在了身前石凳上 宝花连布一挪 同样面带笑容坐在了对面 灵酒清澈如水 紫果甜脆如梨 等韩力将酒杯方一放下的时候 宝花才神色一正地主动说道 其实这一次想和道友做的交易很简单 只是想在不久后的某个特定时间 请道友出手一次 帮我缠住某个人而已 好让妾身有时间去做一件谋划已久的事情 缠住一个人 道友不觉应该说得再具体一些吗 能让宝花道友都大为忌惮之人 说什么不可能是普通的存在吧 韩力淡淡一笑 毫不意外的样子 道友明见 这个人的确连切身也不愿硬碰硬地直接面对 但只是让道友到时拖住对方一段时间 可并未有让韩道友真和此人进行一场生死大战 我想这点道友应该不难做到吧 若是韩道友真能做到此事 就算妾身欠阁下一个大人情 以后道友若有用的上地方 妾身只要力所能及下 也绝不会推辞分毫的 韩兄觉得此交易如何 宝花凝望着韩力面孔 不慌不忙说道 能让宝花道友欠下一个承诺 这个代价自然不算小 但道友打算让我出手对付的是哪一个 总要先把名字告知一二吧 韩力目光一闪地说道 这个人 韩道友也不陌生的 他是 宝花脸上花容绽放 但嘴唇微动几下后 却直接传音了过去 是他 道友莫非是在说笑不成 在下只是一名刚刚进阶的心境大成 怎能真缠住对方 宝花道友 还是另请高明吧 韩力听了片刻 就眉头微微一皱 一口回绝起来 韩兄不用回绝得太走 我这还有一物 请看看再说 宝花却微微一笑说道 胆手一扬 一团白光飞射而出 一闪在之下 就到了韩力跟前 竟是一个不过巴掌大的金银玉瓶 韩力手臂一动 就一把将药瓶抓到了手中 低手打亮了两眼 双目就一微眯了起来 宝花道友 这是何意 韩力并未马上打开药瓶 反而冷冷地问了一句 妾身用一个承诺 外加此物 换取道友的相助一次 宝花却毫不犹豫地说道 韩力哼了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一手直接将药瓶一打而开 神念就往中一扫而过 神骄丹 下一刻 韩力脸色一变 静一下失声出口 想不到 韩道友还真是见多识广 竟然一眼就认出此丹了 宝花见此 脸上反闪过一丝诧异之色 此丹是世间不多几种 对大成惊魂之力 也有滋补效用的灵药 特别对刚刚进阶大成不久之人 更是大有奇效 但此丹炼制之法早已失传 宝花道友从何处得到的 韩力拖着药瓶 脸色阴晴变化不定起来 此丹是妾身早年 从一名上古修士洞府中 偶尔得到的 当时足足得到了七颗 但如此多年后 手中也就只剩这么一枚了 怎么样 韩道友应该知道妾身的诚意了吧 宝花缓缓说道 看来宝花道友 倒是认准韩某了 你真相信 在下能帮你缠住那人 就不怕在在下能力不足 到时反悟了你的大事 韩力倾吐了一口气候地说道 说实话 在这次聚会前 我原先想找的 的确不是韩兄 而是另外一人 但此位道友神通虽然不错 但真能缠住那人的把握 却还不足一半 韩道友则大大不同了 在你未进阶大成前 几乎就有硬汉一般大成的神通 现如今进阶大成后 实力一下 不知激增了多少倍 恐怕认真之下 说不定连妾身 也不一定能是阁下对手了 妾身这次计划至关重要 既然要找帮手 自然要找一个能放心的了 哪怕多付出一些代价 我也心甘情愿的 宝花倾笑说道 戴梅间 竟饮现一丝妩媚之意 既然宝花道友如此高看在下 韩某在拒绝的话 未免有些不识好歹了 好 我可以出手一次 但除了这颗丹药 和一个承诺碗 却还有一个条件 若是道友也能答应的话 我可以保证到时 缠住那人一天一夜时间 让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做想做的事情 韩丽目光闪动几下后 忽然一笑地说道 哦 韩道友姑且说来听听 宝花面上笑容一脸 有一分凝重地说道 若宝花你重新执掌魔界化 我要你有生之年 约束魔族 不得再趁两界交会之时 侵入灵界之中 韩丽盯着宝花 一字字地道 这绝不可能 韩道友 你不觉此条件有些过分了 只是帮我一次而已 就敢提这种条件 宝花欲容一沉 有些不快地说道 我虽然不知道 宝花道友谋划的具体内容 但既然打算让韩某缠住那人 毫无疑问 这是进行此计划千载难逢的最佳良机 而且我不认为现在的魔界中 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能帮到你的 莫非道友 还想直接找那位同牙老老人不成 他是否愿意冒险出手不说 但到时的要价 恐怕比韩某还要高尚数倍的 毕竟不是谁为这些代价 就愿意平白树立一名大敌的 韩力镇定异常地回道 哼 难道你就不怕得罪那人了 宝花面容阴沉 没稍一条地反问一句 宝花道友何必明知故问了 我当年就已经得罪过那人 再得罪一次 自然不算什么事情了 韩力淡淡一笑 毫不在意地回道 这话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 但是让我取消两界教会的圣计 这绝无可能的 但我若重新执掌圣计后 倒是可以在有生之年约束族人 不在圣计时 进入你们人族领域半步 宝花神色接连变化了好一会儿 才慢慢地回道 光是人族不行 再加上妖族吧 人妖两族在灵界一向是同进同退 魔族若是侵入妖族领域 我们人族也不好坐视不理的 韩力沉吟了片刻后 就果断说道 好 若只是陷于人妖两族 我可以答应此条件 这一次 宝花只是略想一下 就立刻答应了下来 好 此当我先收下了 你我个以心魔起事吧 然后再商量一下具体行动细节 韩力文言露出一丝笑容地说道 宝花自然一口答应下来 一个时辰后 韩力带着谢道人和银月飞顿离开了原处 并在半日后 在沙漠边缘处找到一片丘陵之地 当即落下了顿光 十日后 土城上空黑气滚滚 足有数万精锐高阶魔族汇聚一起 竟无一人失恋虚意下 在这些魔族中 数以百计的巨型魔舟悬浮在高空中 韩力等数十名大成存在 军在其中 不久后 不知发出一声命令 数万魔族当即簇拥这些非洲 就向某个方向滚滚远去了 三个月后 魔界一片荒谷上空 霞光闪动 鸣鼓声震天 密密麻麻的魔族甲氏 几乎挤满了整个荒谷 此地竟然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魔族甲氏 或玉器飞行 或凭空悬浮在魔器之上 而在魔族大军中新处的一座仿佛小岛般的巨型魔舟上 韩力等大成存在 再次聚集在一间大厅中 并在听着饱花微冷的话语声 我会让外面假释分成数部 先一步出发 扫荡史印之地周边之地 尽量吸引崇海和高阶民虫存在 然后我等这些人 在数万精锐卫士护送下 从另一方向直冲史印之地即可 只要能进入了史印之地中 我就可发动一些还能用的禁止 暂时将那些冥虫堵在外面 然后下面我等再按原先计划好的事情 分头行事即可了 本章完 第2320章 真仙将士 崇海激战 上 小说 凡人修仙传 作者 旺宇 此计划早在出发前 众人就已经确定过一次的 如今临到跟前 自然大成老祖 均无其他意见的 片刻功夫后 簇拥在荒谷上空的魔族大军 在一阵轰鸣声后 分成树谷 向同一方向滚滚而去了 原地只留下了数万最精锐的魔族卫士 以及一干大成存在 而个时辰后 剩下的精锐魔族 一阵骚动后 也乘坐上一些巨州 同样地离开了荒谷 七日后 在一片寸草不生的高原上空 一阵十几万名魔族 甲氏组成的大军 正在崇海中 奋力冲杀着 这支魔族大军 进退有据 以数百只巨州为支柱 在高空中 组成一个玄妙异常的圆阵 并一层层地布下 七八道防御光幕 一根根粗大光柱 和密密麻麻的黑气黑芒 从光幕中拼命喷射着 几乎每一刻 都有大片怪虫尸体 从高空中洒落而下 但是这片崇海中的名虫 实在太多了 无论死伤多少 都会马上有更多怪虫 蜂拥而至 拼命攻击着整座大阵 原本还一直 缓缓前行的魔族队伍 在层层阻拦之下 也不得不停在原处 但是从原阵中喷出的攻击 反而越发大胜起来 将附近名虫 一下击杀无数 原本面临的重压 减轻了几分 但身处阵中一只巨州上的 三名合体器的魔族 目睹这一切 却脸色阴沉 丝毫笑容没有 现在就动用上了后背力量 可不是什么明知之举的 下面 我们可以拖延的时间 恐怕要大大缩短了 一名身穿赤红假衣的魔族大汉 难难地说了一句 哼 现在要不动用的话 刚才整座大阵 就可能直接崩溃了 若是连眼前这一关都过不了 又何谈以后的事情 另外一名身材枯瘦的魔族老者 却冷哼一声地说道 但几位圣祖大人给我等的命令 可是必须在崇海中 坚持半天以上时间 现在才不过刚过数个时辰而已 我等要想真的活着回去的话 胜利君肯定要预留一些的 否则等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下 单凭我等几个 又怎可能杀出崇海去 赤甲魔族 却不赞同地反问起来 若不派上所有力量 我等已经危在旦夕了 还谈什么杀出崇海去 大不了到最后 我们一起施展秘书 激发潜力 也未必不能安然脱身的 枯瘦老者却不在乎的模样 激发潜力 道友说的倒是轻松 其中稍有差池 我等仍难逃被鸣虫分尸的下场 赤甲大汉冷声说道 我倒是觉得 只要好好谋划一番 能抓住良机 这倒是并非多难的事情 枯瘦老者 一番白眼的哼哼道 大汉文言大怒 还想张口再说些什么 却被最后一名中年富人模样的魔尊 直接开口打断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二位道友 竟然还在争吵不断 若真有此闲情的话 等安然离开此地 也不迟的 不过在此之前 我三人还要齐心协力的 现在所有人手 都已经派出去了 再后悔 也来不及了 还是好好想想 除了激发潜力外 是否有其他杀出崇海的办法 这名有几分姿色的魔族妇人 面无表情地说道 天妙妇人之言有理 我等还是再好好合计一下 看看是否能找到其他的办法为上 赤甲大汉 脸色一阵阴晴变化后 才强压住心中不满 勉强一笑地说道 的确 我也没想到 此地名虫竟远比外界虫群凶狠得多 眼下是应该齐心合力才是的 枯瘦老者干咳一声后 也脸色一缓地延道 于是三名魔尊 又在聚州上 仔细商讨脱身之侧来 同一时间 其他几支魔族大军 也身处其他几几地的崇海围困之中 同样有魔尊带领重魔族 拼命抵挡名虫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均一副只能苦苦支撑的模样 不过这时 韩丽宝花等人所在的数万精锐魔族 在趁着石印之地附近大半名虫 都被魔族大军吸引过去的时候 却用最快顿速一口气地 冲破十几股虫群的拦截 距离那石印之地并不太远了 但到了这时 其他名虫群也反应过来 他们也终于被四面八方蜂拥而成的名虫 围了个水泄不通 也和其他魔族大军一般 坠入到了无忌虫海的堵截中 不过和那些魔族大军不同 虽然韩丽宝花等大成老祖还未出手 但数万精锐魔族 和那些大成老祖门下的近千名门人弟子 一同动手下 却怎是普通名虫可以阻挡的 当即只见无数剑光任盲 在队伍前方滚滚一线下 阻挡在前面的名虫 顿时纷纷化为血雨的四剑飞射 竟然根本无法阻挡分毫 整只魔族队在滚滚魔器笼罩下 片刻停留没有 以惊人速度向前方飞快推进着 即使有几只较厉害名虫阻挡前方 也瞬间被无数魔器绞杀掉 不过半刻钟后 魔族队伍就前行了百万里之遥 一路上击杀的各种名虫不计其数 忽然前方虫海中 一阵怪异丝丝声传来 接着种名虫骤然一分下 竟献出一大群浑身碧绿的巨虫来 这些巨虫每一个都有十余杖巨大 前肢成骚前状 满口獠牙 形象猙獰 小心这些是高阶名虫 它们的喷吐 可相当于合体魔尊的权力一击 不知是哪一名高阶魔族 一下认出这些巨虫的来来 顿时大惊地警告起来 但就在这时 前方巨虫纷纷一张大口 一道道翠绿光柱 一闪即逝地狂喷而出 前方近数千名炼虚 等阶精锐魔族不及防下 就被这些光柱 直接洞穿防御魔器 而过得击在身躯上 纷纷发出惨叫的 直接气化掉 这些光柱威能竟然厉害无比 魔族卫视的战甲 和护体灵光 也根本无法阻挡分猴 哈哈 这些高阶名虫竟然一下调集如此多过来 看来他们终于明白我们才是此行的主力了 既然这样 我等还等什么 站在巨州前端的一名浑身墨甲的魔族圣祖见词 却哈哈大笑起来 单手一扬 一盆黑丝击事而出 一个闪洞下 竟化为一张晴天大网 足有数理大小 将直接向那些巨虫一罩而下 这时 附近的其他几名大城老祖 神色一动后 也纷纷出手了 一人只是单手一掐绝 顿时前方虚空狂风一起 十几根千丈高飓风凭空而起 然后气势汹汹地向前滚滚一压而去 另一人则只是单手虚空一点 天空中元气一阵激荡 雷鸣声一响后 无数道碗口粗电蛇 就暴雨般地喷射而下 与此同时 在剩余大城老祖的暗中施法下 一道道持续长的巨型锋刃 和一颗颗脸盆大小的蓝色火球 也在巨虫四周涌现而出 并毫不迟疑地向虫群击事而去 甚至一名大城老祖 干脆虚空一抓 一口金银小剑一闪而现 然后一抖地 直接一闪而出 破空声大响 密密麻麻的金银剑光 一闪而现 并发出破空声的铺天盖地而去 如此多大城老祖一同出手 那些巨虫纵然也厉害异常 但又怎经得起如此多拨攻击 当即在惨叫声中 要么直接四分五裂 要么纷纷化为灰烬 转眼间就被轻角一空 魔族队伍中 顿时传出无数欢呼声 不要停 继续前进 身穿墨甲的魔族圣祖 宁笑一声后 立刻轰隆隆吩咐道 那些精锐魔族卫视不敢怠慢 原本有些变慢的队伍 立刻又向前进飞快而行 这时 原本退让开的其他名虫 却再次汗不为死的滚滚涌上 但仍然无法迟缓整支队伍 韩力身处巨州的大厅中 但神念只是向外面一扫 却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当看到那些巨虫被几名大臣只是联手一击 就轻易全灭后 当即嘴角一翘地泛起一丝笑意 这些巨虫虽然喷土威能和合体修饰差不多 但是防御能力却天壤之别 好像只是一些残次品的样子 否则刚才纵然是数名大臣一起出手 也不可能这般轻易将如此多合体存在 直接抹杀掉 看来这些巨虫并非名虫中真正最顶级存在 而此 大厅中聚集了十之八九的大城老祖 只有七八人站在巨州前后端 好随时应付一些意外 宝花却坐在大厅中心处的一把椅子上 把玩着手中的一面巴掌大的镜子 正是那面小幻天镜 至于其他大城 要么两两地凑在一起低声交谈 要么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着 韩丽目光一闪 落在了一名坐在窗口处的女子身上 却是那位邪怜圣祖 此女面容酷似宝花 正面朝窗外的看着卫士和鸣虫大战的情形 面上丝毫表情没有 倒是看不出心中在想什么 在此女不远处 那名铜鸭老人却在庶名天鸭界大城簇拥下 正盘坐地板上的打坐着 身上却隐隐有丝丝的淡黄色金光 流转不定 竟仿佛在修炼什么功法 韩丽心念飞快一转后 就将目光一收 同样的闭目养神起来 在他身旁处 谢道人则木然地站在那里 却并无银月的踪影 这却是韩丽自觉此行颇为危险 才会将此女带在身边 让其暂时留在沙漠的临时洞府处 虽然银月一离开其身边的话 就会受到忘情觉的影响 但是只要时间不太长的话 却不会有真正大碍的 本章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